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基本上我想谈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课本的电子商务的部分 那课本用的标题是用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谈 那另外一个是我要额外补充的 体验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我想从一开始我在讲农企业 整个所创造出来的这个 供应链的一个概念上面的话呢 体验经济也是在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补进来 而事实上之前我给大家谈的这个 几个案例的话呢 也有一些企业他已经做到这样子 已经做到体验经济了 所以正好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串接 好 那这是上个礼拜给大家 这是这个上一次给大家看到的 日本的这个产品 那同学就去帮我查 有同学就帮我查 他说这个叫五叶木铜的一个 这个植物叫做五叶木铜的果实 那他说在中国的话呢 主要都是当做药材来使用 可是日本的这个三行线的话呢 他们就开始种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也发展相关的一个饮食文化 我想非常感谢这个同学提供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可以看到日本 他们在推广农产品上面的一个用心 也就是说当他推一个农产品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相关的 我们讲的其他的比较所谓的这个 subway的那个部分 比较属于软性的一个部分的把它带进来 所以不是说只是告诉你说这东西怎么吃 也就是说当然告诉你的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应该怎么烹调之类的 他其实可以再把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话呢 把它相关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再去找这些东西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引到日本里面来种 引到日本来种植 然后在什么地方 或者在哪个朝代的话呢 他们曾经怎么样的一个使用 比如说糖心蛋 在这个这样子的菜里面很有名的糖心蛋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这个慈禧太后当时逃难的时候呢 那个厨子煮给他吃的 他觉得非常的好吃 所以这个蛋就这样子流出来 可能是因为火候不够 那个柴火不够煮没有办法把蛋煮熟 所以蛋煮的半生半熟 可是火候也显得它更好吃 所以把一些典故把它放进来的时候 那你在品尝这个农产品 品尝这个食物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加的有感受 所以这是我们讲所谓饮食文化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看到 日本据说每一年他们都会公布一个 叫做当年的蔬菜 就每一年他们就会公布一个蔬菜 那他们今年公布的蔬菜呢 是那个原税就是香菜 那这个菜可能在日本 它并不是日本的一个原产 那可能有点是跟泰国料理 泰式料理的话呢 是有点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话呢 引到日本来 但是这个香菜的话呢 除了味道比较特殊一点 在日本的厨师的这个烹调的这个经验里面 他们发现跟日本喜欢吃的鱼的话呢 有很多可以做很好的一个搭配 所以他们就开始开发出来 蛮多跟香菜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的一些方法 这个或者是菜肴出来 那所以这个日本人 那甚至他们也开发 甚至呢他也提供了很多的食谱 可以让家庭主妇的话呢 很简单的来烹调 所以这个菜的话呢 就被选为今年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年度的一个蔬菜 所以你把外国的 外国的农产品引进来也没有关系 你要把它内化 就我们讲的在地化 你要不要在地化变成自己当地的一个食品 或一个食材的话呢 你都必须要再经过一些更深入的 我们讲 比较在软件方面的去做一些强化 好 那再一次谢谢这个同学 好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话呢 我们讲这个课本的标题是用社群媒体 社交媒体的概念来讲 那所以在里面会介绍说 大概常用的 或者在商业用途上面 就我们在商业用途上面的 比较常可以接触到的 几种的这个类型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子 在从这个企业经营的角度上面 我们如何来利用这个社群媒体 那这个接下来的话呢 就讲到 其实社群媒体它 整个可能在 从大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又运用的叫电子商务 那社群媒体大概就是电子商务里面的一环 所以是从小的谈到大的 那第二两个部分 最后两个部分的话呢 那我就谈这个体验经济学 然后我们再从体验经济学把它拉出来 我们把它扩得更大 我们讲农业观光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聚焦观光里面能跟农业相关的一个部分 这是今天的这个四个主要的大项 好那社群媒体呢 基本上就是在网路上可以互动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媒介 media它本来就是一个媒介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网路上呢 可以让大家 这个网路的使用者可以产生互动的 这一些媒介的话呢 当然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这个社群媒体 那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名词 叫Digital Native 或者这个千禧年世代 课本的定义是1980年后代出生 1980年以后出生的 都大概都归在这一类 也就是说这一群人 他们生长的一个过程 从小他们就开始接受数位的产品 所以数位产品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那所以1980年以前出生的这些人 可能相对会去害怕接受数位产品 那另外这个社群媒体 下面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 这课本的405页 这是去做了问卷调查 就是说这个business的话呢 这个企业 社群媒体对他们有哪一些重要性 那标示出来的这些重要性 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hashtag这个 你大概都会用到吧 就是一个警号加一个标题 你就是比较 就像你在IG里面的话 你要去收集什么样相关的议题 或者照片是不是 就是你就打上这个主题标签的话呢 他就很快的就可以聚集出来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呢 搭配我们在所谓的网路上面 企业要去做他的产品的一个推波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我们看一看下面呢 这个社群媒体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百分之十二的受访者他们说 对他们去把他增加他的这个什么 企业的一个曝光 Exposure就是让他 不管是你的企业名称 不管你的产品的一个 让他让大家都知道 可以在这个在媒体上面 让更多人看到的话呢 我们叫Exposure嘛 这个重要性的话呢 大概有92% 或者受访者里面百分之九十二 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再来当然增加traffic 也就是说流量 增加了流量 因为你可能看到了 这是当然是有相关性的 看到你的产品 看到你的公司的话 当然就会带到更多的 浏览者到你的网站 到你的甚至到你的实体店面来 那接下来的 你看到可以创造出 你的中式粉丝出来是不是 或者他不买你的产品 但是每次呢都会帮你 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呢 帮他推出去 接下来的是什么 那当然你有这些中式粉丝 你有这些浏览人的这些资料 我们之前讲过的 所谓Big Data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你在分析 你在分析 你这个到你的这个网站上面 来到你的实体店面 你对你的消费者 他们的一个整个资料的话呢 分布的情况 你当然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你也可以创造了这个引导的一个风潮 最重要你可以改善 因为社群媒体的话呢 这边或许会比较聚焦 从后面这几项看来的话呢 会比较聚焦的是在你的 这个电子商务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可以利用社群媒体 让你的曝光比较 让你的曝光度增加 然后增加流量 然后增加你的中式粉丝的时候 可能你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你的顺位排的话呢 就会排在比较前面 好每次你去Google 这个特殊的关键字的时候 你出现的那个 那个rank的话呢 就会在比较前面 所以这是社群媒体的一个运用 那当然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这里不牵涉到说 你怎么样运用社群媒体 而是说社群媒体本身 就可以增加你的这个 企业的一个曝光 那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店 不知名的一个产品的话 人家都找不到你 怎么可能带动说 你的产品的一个销售 所以社群媒体就是说 先知道你 先认识你 这应该才是 你要卖出你第一个产品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是社群媒体 最重要的是让你先打知名度 先让你曝光 那这些是社群媒体有哪一些呢 我们大概分为这几类 课本大概分为这四大类 第一个就是部落格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个部落格 也包括在你自己网站上面 去做的部落格 或者是专门是部落格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上面 但是因为我们就企业来讲的话 就是你的企业的网站上面的话呢 你可能都会去一直不断的 去介绍你相关的一个产品 那或者是这个产品相关的知识 或像刚刚我们看的这个 午夜幕通过的这个产品的话呢 这个三星线政府 它一定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网页 然后它一直不断的找人去写 如果说你要讲它饮食文化一直要不断的去讲 这个东西从什么地方来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营养价值有什么 可以怎么样烹调 那曾经怎么样烹调 或者相关的一些故事 这就是在部落格里面可以呈现的 那这个ETSY的 这个是一个网站 它基本上呢 它是 它的这个公司是坐落在纽约 那它主要是以手工 手工的这个工艺品呢 为主销售这样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上面 当然它也有很强的一个部落格 它会请很多的工艺师来介绍 它介绍工艺师 或者请工艺师的话呢 来介绍这个手工艺的产品 就是每一个手工艺的话 人工来做成的一个产品的话 每一个工匠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特性 其实这个工匠它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嘛 因为它自己创造它的产品的时候 创造它的一个作品 它一定有把它自己的创作的理念带进来 一定有加上它的个人风格 所以有这个网站的话呢 它可以有很大 它就建立了一个平台 让这些工艺家的话呢 他们自己可以去在这上面来写 他自己去说他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所以这个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网站 客本拿它来当做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或许我的平台上面 我不是在卖某一个 我不是光是在卖这个手工艺品而已 那在卖这个手工艺品 背后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讲什么 这个手工 这个工艺品 它背后创造的 创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部落格会是在这个网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是泼了很多照片说 这个A作品是谁做的 B作品是谁做的 不是这样子而已 而是你要更深入去谈什么 让这个每一个创作人 他都有足够的空间去讲 那我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的话呢 你拿到这个产品 你应该怎么样去欣赏它 所以这个 你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使用 第一个就是让你可以很深入的去介绍这个 你想要去推荐的产品 甚至 为什么我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网站 当时建立这个网站 做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人 他最开始的一个初衷 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类型 那第二个类型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可以 这个网站上面呢 可以播照片 播影片 或者这个叫播客 Podcast 这个前面这个POD的话 是iPod的概念 那后面cast是广播 broadcast概念 就把两个串在一起 所以它原来 原来是因为 配合iPod的一个产生 所以在上面做 类似像电视节目 广播节目 让大家可以透过iPod 去下载 然后可以来 看你在什么时候 你想要去听 你想要去看都可以 这样子 所以透过照片 影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就可以来 又达到我们刚刚讲的 你让你的企业来曝光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用这样分享 所以这个分享 有可能是从企业开始 你开始去分享 不管你在YouTube上面 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 去放你自己的产品 然后你也可以在 诱导你的消费者 把他们怎么样使用 你这个产品的话呢 把它泼上来 在你自己网上上面来泼 来做分享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 原来这样子做这个烹调的话 是很容易的 那是不是你就会想 我也可以跟着做 我举了一个例子 是Black & Decker 他们是一个 像是小家电的一个公司 那他做了一个 他们做了一个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马达 去做成一个果汁机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可是这种产品的话 果汁机这种产品 其实非常的普遍 所以你要能够 杀出一条血路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可是他们觉得说 我们的这个马达是非常强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很有卖点的 所以他们要怎么开始做 他们就利用这个YouTube 他们就去播 他们就把这个 把那个很坚硬的东西 丢到他们的果汁机里面 然后就去把它缴碎 他们就把这个影片 他们自己先做这样的一个影片 然后就播在 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开始鼓励其他人说 你可以试着去缴其他的东西 那你能够缴成功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会非常的 这个或是给你一些激励 给你一些incentive 让你来播这样的一个影片 所以就鼓励很多人 当然就去买这个果汁 至少先买果汁机 你才能够打嘛 你总不能说 跑到这个店里面 就在里面去打了 所以 就是看到一张照片 他们就去打那个 果汁机里面放了 平常我们在扫地那种哨把 就那种 类似像竹子做的那种 在扫叶子的那种哨把 就把它放在那个果汁机里面 来打这样子 所以 所以它证明就是说 这个果汁机真的 它的那个马达 跟它的窃道是很强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打 所以它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宣传方式 就是用影片分享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就促成了这个 它的产品的知名度 甚至也让它的产品大卖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哇你这么厉害 什么东西都可以打 那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就想那还没有更强的 就像很多人不是没事 就喜欢测试手机吗 就虐待手机 从很高的楼上 把它掉下来 看多高楼层 它掉下来玻璃会破掉 或者拿那个什么铁锤敲啊 甚至拿枪来射 看它的这个什么 挡子弹的能力好不好 那你要看说哪一个手机 挡子弹能力比较好 你就要记得要放着那个手机 放在你的胸口 好帮你当子弹 因为现在的枪很多 好那 这个 讲到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带出来 我们现在 今年最流行的这个 最短的影片 叫PPAP 你都看过吧 好 所以PPAP的话呢 大家就去做很多的一个 类似的串接 就是从开始 从像骑马舞的这样子 这个韩国的这个骑马舞 江南 江南style 是不是 从那个歌开始的话 他就鼓励 他不再是做著作权的一个保护 而是说你可以模仿我 就类似的概念 你可以模仿我的影片 然后你可以去 把你的新的创作的话呢 把它登出来 然后大家来分享 所以这个扩散的速度的话呢 就更加的快 那PPAP的话呢 这首这个影片 有人就去study 为什么它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 因为它只有一分钟 好 一分钟的时间 以现在大家这么忙碌的时间 看一分钟的影片是刚刚好 然后它的歌词很容易记 然后你又很容易模仿 所以大家就开始把这个影片的话呢 做很多的一个 做很多的模仿 然后开始就 开始一直不断的上传 然后它最后 更大的一个助力的话呢 是小贾斯丁看到了 小贾斯丁把它推出去 用它的推特的话呢 把它推给它 推出去之后 它的粉丝 就它的粉丝可能几千万人嘛 然后就 又跟大家更快地推出去 所以这是 在分享上面 影片照片分享上面的速度 那个快速 所以有人就看准这一点 有一个这个 做日本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 卫珍 做卫珍的一个公司的话呢 它也就类似的 就是他们在 他们要去准备这个 告诉人家怎么样用他们的卫珍 他要把这个影片呢 把它拍到一分钟就好 不能拍到太长 然后在这一分钟之内的话呢 包括你这个 你的这个配方到底是每一种 这个卫珍要用多少 然后水要多少 这些通通要很快地 通通把它在一分钟之内做完 做完之后呢 还要鼓励大家是什么 发挥你的创意 把你拿我们品牌的这个 拿我们品牌的产品 你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创意 做出来的产品 也把它拨上来 那就让更多人都看到 这是社群媒体的第二个 我们使用的一个方式 就利用分享的一个概念 那第三个使用的方式 当然我们就会鼓励什么 消费者去提供你的意见 你的评论或者评分 这也是社群这个媒体 它会大家把它觉得说 觉得它是很有这个 商业用途的原因 那最开始 有这个所谓消费者意见 跟评论的话呢 就是在Amazon Amazon它原来是在卖书 所以卖书的时候呢 它不是提供给大家做书评吗 那甚至就可以去打信号 就是说这个书 大家给它几颗心 所以它原来只是觉得说 大家总是想要买书之前 会看看说这本书到底好不好 看内容好不好 所以看一看书评 然后这很正常的事情嘛 所以它只是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后来这个脑筋动的快乐上 就觉得 那如果说大家会看的这个书评 看了给它几颗心 你就来决定说 我要不要买这本书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观念 套用到其他的产品上面去 我就直接引到这边来 那后来发现消费者 其实还蛮喜欢看人家的建议的 看到人家的意见 看评论 看评分之后 然后来决定你是不是要消费 就是很容易受到这个网路同财 网路上面的这个意见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Triple Devices是不是就这样子 它上面告诉你 到台北 10个一定要去的地方 10个一定要去吃的餐厅 那如果你已经也中了这个毒的话呢 你是不是就先看这个网站 然后一到台北 自助旅游的话呢 是不是这10个地方一定要去 不去的话你会觉得好遗憾呢 好老远呢 跑到台北来 然后网路上人家讲的你都没有去 最重要的是 当大家讲10个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去的地方 10个一定要吃的餐厅 你都去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事 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可以炫耀一下 我去了 然后去了一定还要打卡一下不是吗 然后还要什么 上传照片 食物来了就等一下 不可以吃 大家先拍照 拍完之后马上上传 所以你的目的呢 已经不再吃食物了 目的是在那边什么 为了要去拍美美的照片 然后上传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使用的一个 社群媒体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一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游戏 这个是叫做这个social games 好那这种游戏的话呢 就是要多人比赛 然后他有 就是多人参加 要有竞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克本举的例子就是 Angry Bird跟这个Farm Bullet这两个 所以不是开心农场那一个 是另外一个 那这些游戏的话呢 就很多人就会去参与 或许它是free的 大家就下载 下载之后大家就开始玩玩玩 然后在玩的过程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跟什么 你是可以跟别人比赛 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就他建构了一个 这个游戏的一个community 这个玩游戏这些 自己建构了一个community 那这个community大的话 你刚才记得我们讲说 它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就是要带动什么 traffic 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 会关注这个 关注这个游戏 关注这个产品 这就是traffic的一个概念 所以Angry Bird的话呢 下载人次很多 玩的人也很多 讨论的人也很多的时候 那他的商机就出现了 所以原来Angry Bird这家公司 他只是在做这个游戏 他开发这个游戏的一个app 然后大家都去玩 完了以后呢 现在开始是不是 他就可以开始授权什么 Angry Bird的那个图案 可以拿来做T恤 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产品 Angry Bird的那个玩偶 甚至他可以开始出来代言 是不是 那如果你再做更大一点的话 Angry Bird的电影也出来了 你还可以去开Angry Bird的餐厅 是不是 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 从这个游戏 他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来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很多 知道这个游戏的 或者知道Angry Bird这个图案的人 也很多的话 你就很容易的退波助澜的 很快的顺势去开发出 相关的一个产品出来 那这个Fumbility的话呢 它是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他的这个 或许他有点像开新农场这样 但是又不太一样 那这个游戏的话一样 就是鼓励大家去种菜 或去做什么这样子 那这个游戏 一样非常多人参与之后呢 重点变成是这家公司 会变成是被委托的对象 其他的产品 就是说如果说 我开发这个游戏出来的话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你的这个农场 你这个农场的这个游戏的话呢 把我的产品呢 执进去 好在玩游戏的人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游戏里面 看到麦当劳的出现 看到Burger King的出现这样子 所以是在游戏里面置入这样 变成是说我委托这家公司 来帮我做我的广告 所以这家公司 原来做游戏的这家公司 现在变成是多元发展 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 广告的行销公司 只是就公司它本身 它可以发展出这样的一个企业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 当然后来它可能就会变成是 特别为了某一些公司的委托 它去开发新的游戏出来 配合这些其他 这些其他特定公司的一个产品 去做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特别的游戏出来 所以这是四个 好我们介绍 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个模式 但是这四个大概就是 就是我们平常最常见到的 好那这些社群媒体的话呢 不管你说你把它做成游戏 你把它变成是有这个 部落格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或者你就是只是很简单的 做照片影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做这些的一个目的 好那如何透过这一些 基本的一个使用来创造 我们的商业收益 好我们讲商业 商业用途的话呢 这里面包括商业活动 包括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 你的business model呢 都应该在这里面来出现 好那我们介绍了几个 你可以用的 在我们的商业活动里面 可以用的 比如说你建立这个网络社群 我们讲一个 per-room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像Mobile One它就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论坛 好可是你要买相关的3C产品 你是不是很自然的 你就到那个论坛去 你就到那个论坛去看 好所以把这个概念的话呢 引到你自家的一个 往到 把它引用到你自家的 这个网站上面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个论坛 在你网站上面 好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论坛这样子 好那Wiki的话呢 这是大家共同集体做的 这个什么 Wiki百科 好就是去 去做这个 你不用额外花钱去买 非常昂贵的达英百科全书 好你大家集体来创作 好那或许它的这个正确性的话呢 是要面对接受挑战的 好可是 这是集合这个群众的一个力量 网路上群众的一个力量来做的 好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就是网路社群的一个概念 那原来都是属于这个第三方在做 那你可以把它接受到什么 你自己的企业网站里面来进行 好所以你企业网站里面可以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论坛 做跟你产品相关的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论坛 那它会变成是跟我们下面看到的产品创新那个地方做一个连接 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论坛 我就可以去接受 这个消费者他们在这个网站 在这个论坛上面去提供呢 我产品创新的这样一个建议 好那Kivi的话呢 它就有点中和的前面这个网路社群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微型贷款的一个网站 因为它聚集了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这个网路的一个使用者 好所以透过这个网站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进行网路上使用者的 微型借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前面我们跟同学介绍过 所谓的这个peer's landing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同财之间借贷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Kivi的话呢 又比那个规模又更在小一点 好就是网路上面 他们自己去媒合 透过这个网站的话呢 自己去媒合这个微型的一个贷款 好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讲到 你利用的是所谓的危机管理 通常这个危机管理呢 包括这个管理的过程是从危机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是不是侦测到了 危机正在发生中 你可不把它的伤害性降低 危机发生了 你可不可以让它很快的止血 就是它不会让它继续的去扩散 这危机管理应该有这三个阶段性 那最好你是让它不要发生 在它已经有征兆出来的时候 你就赶快把它处理掉 就不会到后面你还要接着去处理 所以当它还没有发生之前 有没有征兆告诉你 就是在网路上面 开始很多人在讲你的产品不太好 开始在说你的东西怎么样 开始说你们公司 开始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网民的这些意见 你有沒有注意到 好是不是 就是我想最近几次的选举 大家大概知道吧 网路的这个网民的意见 事实上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它不会透过正常的 不是在正常的这种民调公司的 电话访问里面呈现 而是他们呈现在 这个网站的这个讨论上面 就在那边可以出现了 他们的一个意见了 所以危机管理 在你还没有发生之前 在发生之中 甚至发生之后 网路上这些网民的一个意见 事实上是蛮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讯 所以不见得他们在你的网页上留言 而是在其他的公共的这些网站上面来发表的话呢 你是不是都有特别去 特别去留意这个意见 台北市长的选举不是最热衷的吗 然后有一个人说他要出来 他要出来选台北市长 但是他有三个阶段 其中一个阶段他说如果他的粉丝团可以超过100万以上的话呢 他就要宣布出来竞选台北市长 好 为什么要超过100万这个门槛 他说全台湾的政治人物只有四个人呢 他的粉丝呢是超过100万的 好 其中柯P呢有150万 好 所以如果你要跟柯P来选 柯P已经说他要竞选连任了 所以你要跟他选你一定要什么 至少你要超过 100万应该还算是差不多吧 好 如果你没有跟他一样的话 你大概知名度啊 或者你的支持率都是不够的 好 是网民的一个意见 在厉害人厉害关系人 好 我们讲stakeholder的一个部分 包括你的供应商 包括你的消费者 包括你的员工 包括你所在的这个社群 这个社会的话呢 都是我们讲厉害关系人 你的投资人 这个都是你的厉害关系人 那这些人的话呢 他们有没有一些想法 有没有一些意见 好 那你如何去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刚刚有些前面讲的危机管理 那面网民的那个部分的话 不见得都是你的消费者 好 可能有一些是其他社会的一个部分 那更聚焦的 你内部员工呢 内部员工有没有意见 好 这就是厉害关系人部分 你有没有听到你内部员工的 那个意见的一个部分 好 那怎么样透过你内部的一个网站的话呢 去倾听你自己员工内在的意见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讲可以锁定你的目标客群 这个会经常会关注你的产品的是哪些人 这是我们在讲顾客关系管理里面 有一些顾客的话呢 他会经常来买你的东西的 这是很好的顾客 会创造收益的 一些顾客呢 可能偶尔来买一下 但是他对你产品还是蛮忠实的 他虽然不常来买 但是他还是基本上对你的这个产品 还是保持正面的一个观感 但是有些消费者的话呢 他是你的对手产品的支持者 对你的话呢 可能有某一方面的一个敌意 所以你如果更要扩展你的市场的话呢 除了顾好你原来的这些 始终的粉丝 这些消费者之外 然后积极地去开发这些 不是很积极的 不是很经常性地来消费的客群之外 那对你有敌意的消费者 有没有办法把他转过来呢 不是敌人就要变朋友嘛 对不对 但是朋友 这个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这个是很确定的 但是能不能把敌人变朋友呢 这是很困难的 可是有没有机会 不一定啊 所以怎么样去针对你的目标客群 那再来的话是特别在行销方面 我们刚刚其实举了蛮多例子 当你可以把你的产品把它推播出去的时候 透过社群媒体推播出去 某一种程度就是在做行销 所以过去我们讲行销的话呢 没有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 大概都是什么 我们说其实是蛮被动的 对不对 就在电视上播 然后消费者就好像不选择的 就看着电视的一个广告 可是现在呢 很多的广告是在网路上 这个消费者呢自己去看的 自己去看到的 就因为你会去搜寻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广告 看到产品的广告 你就心动你就要去买 所以我们讲这叫inbound marketing 所以是从消费者这一端的话呢 去找这个企业的话呢 倒过来了 就它不再是被动 而是很主动的去找广告 那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叫做bus marketing 或者buers的这个marketing bus是那个密封 哦哦哦哦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 或者我们讲口碑行销的 这样类似的一个概念 就透过刚刚我们讲的 这种消费者意见评论 评分的方式的话呢 很快的就可以把 你的产品的好坏 就把它散播出去 像密封一般哦哦哦 很快的这样散播出去 那病毒的话呢 它是会比较 这个散播的速度的话呢 又更快了 因为密封还要飞 对不对 病毒的话呢 飞沫接触一下就碰到了 空气接触就碰到了 所以它是更快的 更快的一个速度 就是它可能就是在传播 很快就像我们刚刚讲 可能是照片在传播 或者网络在传播这样子 一下子马上就会传到 推播像Twitter这样很快的 就推出去 这个粉丝呢可能就是多少 几千万个粉丝马上就看到了 最后一个 谨询媒体很好用的 就是在聘人上面 现在大家不是都透过什么 111啊104啊是不是 123是不是 透过这些 这些这个 网络上面的这一个 就业市场的话呢 来应征工作 那 除了就说在这个网络上面 你来刊登你的广告 收费比较低 而可以接触到的应征者 也比较多之外 是不是我要打听一个人的话呢 我打听这个许浩亭 我是不是去Google一下 就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事 对吧都是这样子 这就非常快速的 所以以前说这个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现在不光是千里 现在是万里 而且这个传播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 前面讲的Virus Marketing 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 是不是 好所以除非说你跟这个 你跟这个Google讲说 跟我名字相关的所有资料 都不要再刊登了 人家都Google不到你 不然的话呢 只要是跟你就是不是自己的名字 你跟别的名字串在一起呢 你还是会被顾到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所以在这个聘人上面的话呢 好我们刚刚讲 这个对企业来讲的话 好不光是我的这个 我的应征者的这个BAS 这个来源的BAS 那个Pool的话已经更大了 好那我要对这个员工进行 他的所谓的相关的一些 基本资料的一个收集的话呢 也就更快了 所以你过去得过什么样的奖项的话呢 我也很容易在网络上就找到你了 所以这是两面的 不管是你要去应征的啊 好或者是企业的话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 我们在商业上面的一个使用 好那讲到这么多 这个社群媒体是这么的有用 好那怎么样子来规划呢 那课本做了一些建议 好第一个至少你要先知道什么 你先挺 你先知道说 你适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好就你的 你要跟你的这个企业曝光 你的产品要曝光的话呢 在哪一个地方 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适合去曝光的 再来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只是要打知名度呢 还是说你是真的要卖产品 你的目的要把它区隔好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就是既然你可以锁定目标 大你要做市场区隔 根据你的这个特定的一个客群的话呢 你就去针对那一个 它可以在那一个部分 你不太 因为在每一个这个社 我们讲这个网路社群上面 其实它还是有特性的 既然叫社群 它还是有特性 所以你就要去找什么 找那个特殊的那一个族群 好 是 在找这个target的这个custom这个地方 好 课本就介绍了这个 cloud sourcing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有的新产品呢 大家现在呢 以前我们讲说新产品开发 它会去先做市销对不对 好所以我先把我的概念产品做出来 然后我去做一些 做了一些样品出来之后 然后我就去做市销看看 好去做testing marketing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 搞不好那一个 不用走到那一步 就先到哪里去 好到kickstarter 到flyinb的这几个网站 好我们叫群众募资的平台上面去 先把你的概念拍成影片 去告诉人家说我这个概念是什么 然后就pro在上面 然后你希望募资多少钱 在什么期间之内 如果你达不到的话 你就知道 你的产品是没什么吸引力的 好你就知道你后面不用做下去了 好可是如果你很快的就可以募到资金 然后这个资金又可以超过你预期的话 你就知道说你这产品应该是非常的 非常吸引人的 最近有看到一个 有看到一个影片吗 在流传的 就是我们的手机上键盘那个 手机上面的那个触控的那个键盘 不是都很小吗 就很不方便对不对 好所以就台湾有一个公司就开发出来 他有做一个类似像充电器 他就可以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产品上面 然后就投影出来 键盘就投影在桌上 然后你就在那边按这个键 好就可以在那边输入 可以帮你去打字啊 帮你去发email 帮你去做什么 有看过这个广告吧 他就是在这个 在Kickstarter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募资的一个案件 那是我们 这个影片开始流传出来 是因为他在高铁站拍的 那通常大家都觉得好奇怪 这募资平台的话 因为Kickstarter是美国的一个募资平台 所以你会觉得说 大概都是外国人 所以看到这个高铁的时候 但是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使用者 他是一个外国人 那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外国人 会特别跑到台湾来拍这个影片 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背景就是我们的高铁站 这就很奇怪的一个组合 后来再深入去追查 因为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是我们台湾的这个 发明出来的一个产品 然后透过这个募资平台要募资 那他的这个产品的吸引力就非常的大 他的募资的速度金额就非常的快速 所以这个cloud sourcing的这个概念的话 已经变成是新创产品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试炼时 如果你这关过不了的话 你这关过不了 你大概就不要再做下去 但是里面有可能问题是什么 你的影片可能拍的不是很好 对你的影片拍的不是很好的话 可能就不是很有吸引力 这边附带议题的 为什么那个影片他找一个外国人来拍 既然是台湾的公司做的 然后他那个影片又在台湾拍 因为在高铁站嘛 那是台湾的高铁站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外国人来拍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说 我们好媚外哦是不是 找外国人来拍就比较有质感吗 那我听到有一个作品牌的一个教授 他讲的 他说你要国际化 你要国际化 你当然就是要找外国人来拍 他没有涉及所谓的这种 媚不媚外的一个问题 甚至你把它用英文来讲 这好像也应该 因为你要吸引的是更大的一个市场 而最普遍接受的语言呢 当然是英文 是不是 而在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model的话呢 这些model好像也是以外国人为主 所以正常上 如果你要真的比较能够 针对的是国际市场的话 那你当然要用英文来拍 你要找的是这个外国的这个model来帮你来拍摄当主角 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再来就是工具的选择的一个部分 就刚刚我们讲你要用部落格啦 或者是女子要做分享啊 像这一些 那接下来最后当然是 你就执行 执行之后呢 你要做这个什么 成效评估 好 那在这个成效评估上 社群媒体的成效评估上面 一般我们常用的 不管你在做任何的这个评估的时候 我们常喜欢用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点称KPI 这是我们常在用的KPI的一个概念 那比如说 我可以接触到 我这个媒体 这个社群媒体 触及到浏览的人数有多少 浏览的人有多少 我增加的粉丝有多少 然后我登录的会员人数有多少 我经常active的会员有多少 这种就是KPI的一个概念 就很简单的 你就是列这些数字 但是你说他登录做会员 他虽然是登录做会员 然后他也会上来看看 可是他从来不买东西 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所以在社群媒体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有几种 比较特定的方式 quantitative的 是social media的measurement 或者是quantitative的 social media的measurement 他有几个固定的一些评估的方式 那课本都有 课本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你要考虑的 前面的话呢 我们从最开始 最开始去寻找你的机会 设定目标 然后正对你的目标客群来做 选择适当的工具执行 然后评估成效 这都是一串的所谓管理的一个周 一个这个过程的一个运用 那这里面你还要考虑的 你有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设计媒体前面讲 他可以帮你去 去让你的产品去曝光 让你的企业去曝光 可以帮你 帮你做很好的这个顾客 这个顾客关系的一个建立 可以帮你带进新的一个 潜在的一个消费者 可是你要花多少钱来做这样的维持 对 你不是说我今天这个粉丝页 我这个Facebook我注册完了 然后就放在那里就不再做了 是不是 或者我的Twitter 我把这个账号开了以后 那我从此就 我就做完了 你是要经营的 你就要经营的 就像你开一家实体店面 你每天还是要开店吧 每天开店之后是不是要扫地 要把你的店面整理得很好 你不是说我装行那家好漂亮的店 然后我今天心情好我就开 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关起来 你做了好多的广告 广告完消费者要来的时候 今天刚好是供修日就不开了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就是一定有这个维持的一个成本 所以要维持你这个社交媒体的话 你当然要有专人 然后你要投入资金 要投入时间 要有这个专人来经营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它当作说 那是户业就好了 我自己这个企业创办人 我自己每天在那边写这个 跟我的粉丝在那边写 我每天在那边推特一下 这样就好了 不是这样 你要很专心的 你要很专心 那推特的一个好处是 他每次大概就是一两百个字 比较快速 所以这个连川普都有时间 每次写一下 是不是 那如果是你要 你要在经营粉丝业的话 是不是你就要写比较多的 你要写比较多的这个文章 要比较长一点 那内容要更丰富一点 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或者你在 不想写那么多 那你就拍照吧 那你就上IG是不是 Instagram的到那边去 到IG里面去 就放照片就好了 所以你就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要经营 它就是跟你的实体店一样 你就是要去经营它 好 这个是如何去 刚刚我们讲的 去Target你的Custom的一个 一个 这个部分的一个资料的一个补充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那个Quantitative 或是Qualitative的这个Majurement 这些本身这四种的这个 举的这几个社群媒体的话 他们自己本身就可以提供给你 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资讯 你就可以去参考 OK 好 那电子商务的部分呢 电子商务依赖的是 网际网路嘛 然后先往 先 先用网际网路的硬体 然后相关的就是那个网页上 文字的一个建立 那些文字的那个共通性的那个 那些部分建立 还有它可以在传输的除了文字之后 还有图片 还有影像这些 等等这些功能建立之后的话呢 才开始架构上面 我们有所谓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出现 好 那这个网际网路呢 它有哪些优点 好 应该说网际网路 其实就是高 就是一条高速公路了 好 那传统的这个实体店面的话呢 它或者就是一个 好 这个我们讲的 好 它可能是相 这个线道 好 那网际网路的话呢 它可能是一个高速公路 好 或者就火车来讲的话呢 好 实体店面 它可能只是一个区间车 好 可是网际网路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 高速铁路了 好 甚至它已经快要进步到那个 呃 呃 磁湖列车的这样子的一个 好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好 那这个网路呢 它当然不会打烊 那你可以 透过影片 透过影像 让成品更加的具体化 好 网路呢 五眼佛界 是不是 你今天可以做生意 做到什么 天涯海角去 好 以后外星人到 以后有外太空的时候 就是 有这个 Space Station的时候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一样卖到外太空去 好 然后你的可以 互动 可以及时的互动 好 当然成本是很低 相对来讲啦 好 你在宣传 有很多是免费的一个宣传 但是 不要忘记了 你在维持上面 刚刚维持成本 事实上 是一个我们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成本 好 所以 利用这个 网际网路来架构你的商业模式 那我们就叫电子商务 好 Electronic Business 好 我们简称e-business 或者把它叫e-commerce 好 commerce比较强调的是在 买卖这个部分 在交易的这个部分 那你说business的话呢 就会把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企业里面 所有的这个 商业活动都把它带进来 好 包括你企业的整个这个 电子化 讲e化 这样子通通都算在里面 好 所以e-business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e-commerce的话呢 它会比较聚焦说 只是在买卖而已 好 所以它是在e-business里面的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部分 那有时候我们会是把它混用 好 因为你看我们中文 换电子商务 商务的话呢 当然就是commerce的概念了 好 可是 e-business在网络上 我不是做买卖而已 其实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好 我们可以去做宣传 我可以去做聘人 好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e-business 好 那当然你把你的business 好 把你的这个商业活动 把你的买卖建构在 行动装置上面呢 当然就叫什么 mobile business 对不对 就m business 做m commerce 好 好 那mobile device的话呢 像手机啦 这个智慧型手机啦 PDA啊 像这些产品 像这些无线的这些装置 好 应该加平板啦 好 这些这些产品的话呢 其实 当然它还是透过网际网路上面来进行 好 可是它会比传统的电子商务 传统的电子商务 你可能要的是一个大电脑 好 一个notebook这样子来进行 可是mobile的话呢 既然它叫行动 就是说 你不见得要带着这个 桌上型的电脑 这样桌上 它就要固定 它比较大 好 notebook的话比较小 你也可以是随身带来带去 但是它都比你的什么 比你的行动装置 比你的手机 比你的平板的话呢 其实 它的体积 它的面积都还是来得比较大的 好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行动装置的话呢 它会比你的电子商务的话 它的这个 适地性的服务 就是location-based service的话呢 还有及时性的话呢 都会来得更强 就是通常 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学校的电脑 我们大概都装的是什么 都连接的是光线 好 所以我们会有固定的IP 可是如果你是拿手机 你是拿notebook的话呢 你们用Wi-Fi上网的时候呢 你就是很随机的IP 你就没有固定的一个IP了 好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时候 在透过这个Wi-Fi的话呢 把你的位置固定下来 然后我们讲的 所谓location-based service的话呢 就跟GPS做一个穿接的话 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其实大家 这个 你的手机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帮你固定住了 帮你锁住了 所以你看你拍照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说我这个在什么地方拍照 你自己回去看看 它是不是都知道你在哪里拍的 好 那甚至 为什么这个手机的话呢 手机遗失的时候 还是可以帮你找到 因为只要它有讯号的话 其实它都会跟它的 跟这个手机公司的这个 这个云端的这个主机的话呢 去做连接 所以是可以帮你知道说 你那个手机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这就是location-based service 那大家最常用的是什么 你到某一个新地方去 有没有 赶快把APP打开 看看这附近什么好吃好玩的 这就是location-based service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是比我们 以前在做电子商务 你固定在某一个这个 比较大的电脑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商务模式的话呢 它相对来讲 它就更加的便利了 因为除了你带这个notebook 比较可以到处跑来跑去之外 一般桌上的型电脑 你真的没有办法 随时在那边移动 好那这页图的话呢 当然告诉我们 在电子商务里面 我们讲的投入的这些人 原料的这些资源 information资源 金融资源 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常常在讲的 所谓的这个生产的一个要素 可是当它在e-business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应的 你在硬体上面 你可能需要的更多的 你更多的这个部分 好 譬如说在material上面 你要做e-business 你一定要有电脑 对不对 在左下角那一块 你一定要有电脑 你要有软体 你还要什么 你要连接上网路 是不是 你要加光纤 你要有这些快速 这个基本的这个 这个网路的一个部分 好 那金融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做商务 你做comers 你是不是要有金流 你一定要有做金流的部分 你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来收费 你怎么样来退费 这就是financial resource的部分 然后你看到人呢 你现在需要的人力是什么 不光是传统上面的 这个行销人员 不光是作业员而已 你需要是能够设计网页 帮你维护网页的人 是不是 你要是需要是这样 甚至要做的是什么 网路行销的人 能够利用网路 就是他可以在 他可以利用这个社群媒体 去帮你 去帮你做行销的这样的人 那这些人 可能就不是过去传统的这些 行销的这些专业人士 他们有的经验 那当然电子商务 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既然我可以把你 锁住你的location的话 我可以锁定你的IP 我当然也知道你会是谁 所以个人隐私的一个问题 再来网路上犯罪 包括这个什么 你不小心的那种什么 钓鱼的一个钓鱼的软体 或者是这个 你被植入了这个 植入了这个骸客 被这个 被骸客 直接到你的 害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利用你的电脑去做 犯罪的一些事情 这都是网路上犯罪上面的 这些新形式 包括这个什么 可以远端控制ATM 对不对 那个钱就会这样一直掉出来的 像这些 都是新形态的网路犯罪的 一些模式 那这都是在电脂商务里面 你要去防范的 当然电脂商务 你标价标错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在网路上面 用这个折扣的方式 在网路上面你只要标价一标错呢 就会很多人蜂涌而上 就开始来抢购 那你到底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自己在实体店的话标错 那也可能只是某些人来 好 可是在网路上一下就涌进很多人 那这个损失就很大 那你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一个我们经常会 我们经常看到的 站在消费者端 是你自己讲的这个价钱 那我当然就是进来买 好 那可是 站在销售端的话呢 这么多人进来 其实你都知道我是标错的 不是吗 你一定知道你比过这个价钱之后 知道我的价钱特殊的便宜 然后你还在这么短的时间 赶快抢进来采购 某种心态上 你是不是也是占这个 卖方的一个便宜 你知道他确实知道 他确实是标错了 好 那所以到底怎么样 才叫是一个公平 这也是电子商务里面 我们常常碰到的 好 那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好 课本讲的是云端运算 这当然就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你的智慧 你的这个智慧手机的话呢 它可以知道你在哪里 它都可以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因为所有的资讯 其实它都都是跟你的什么 这个手机的这个制造商的 这个云端的这个电脑的话 其实是相连接的 好 那所以有很多的资料 有很多的资料 事实上不知不觉中 尤其是比如说 好 你像 有些资料你是上传到 它的这个云端的这个资料库去的话 那是不是 它的这个资料库被害的时候 你的资料就全部没有了 不是 你的资料可能就被流出来 或者是被销毁了 或者被批图了 是不是 好 那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虑的 所以对这些提供云端服务的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他们如何去做个人隐私的一个保护 如何让他去做更强的黄火墙 让这个骇客没办法进来 还有就是他们在这个云端处理上面的这个运算 前面我们讲大数据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大数据上面强调的是 你要能够快速的把资料处理出来 是资料能够把它拿出来 Data mining出来之后 还能够进行很快速的分析 那这就是所谓运算的一个部分 所以将来的这个趋势上面呢 就是会在这个很大量的这个资料上面 怎么样子有更好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方式 提供给所有的这些商业的企业 他们要使用的一个 用他们的这个使用 来提供他们的必要的服务 那课本讲的另外一个趋势 就绿色的IT 在这个IT产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这个产业 如何做到绿色 如何做到绿色 就IT产业不绿色吗 在这个IT产业绿色不绿色 制造电脑 制造手机 它是不是一个很污染的产业 是吧 基本上它真的是 所以你怎么样让它是 让它可以也是符合 尤其 你想每年我们淘汰出来的 这个大量的这些电脑 我们淘汰下来的手机都到哪里去了 可以用的手机卖到第三世界去是不是 淘汰下来电脑可以用的 满到第三世界去 不能够还不能用的呢 要把它肢解掉是不是 那肢解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还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重复使用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把它拿下来 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呢 它是不是又制作一个 另外一个垃圾似的 所以怎么样去把你的这个电脑 Hardware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以做更好的资源 重新recycle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跟绿色IT的这个观念是很有关系的 那还有 比如说这个 我们前面讲过说 产品的串新里面有包括 它的improvement 功能性上面做一些改变 是不是 好 让它更省电 好 让这个 譬如说让我们的MV更加省电 那充电的这个时间不要那么多 好 那更加省电这个部分 某一种程度上 它其实也是一个绿色的部分 好 那 其实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铝电池的话呢 它 不用的时候 好 铝电池本身应该怎么样子再去 再去做这个 recycle的一个部分 好 就每一个 手机电脑上面 那book上面其实都是用到 都是用到铝电池 好 所以怎么样子让它可以有更好的 更好的一个回收过程 好 都跟我们的green IT是有关系的 那 大家可以知道 像苹果公司的话呢 它跟它的 它为了要去做它所谓的这个 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 它开始会对它的 对它的供应商呢 去做一些要求 包括说在制造过程 它希望它用的是 使用的是 再生能源 好 不要再去用这个 用这个 Fossil Fossil fuel 就是用这个石油 去发电 去用燃煤去发电的 这样子的这个 用这样的能源 它希望的是再生能源 好 所以 鸿海在大陆的厂呢 它就要去做什么 比较多的太阳能板的 用太阳能来发电 用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同样的 苹果已经把这个概念的话呢 开始去要求它的供应商 除了鸿海之外 其他的 好 包括国内的 比如说像台积电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晶圆的一个供应厂商 那它也会要求说 那你台积电生产的晶圆 是不是一样 要能够走到这个 再生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 这也是 这也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议题 好 那所以 你看到这个趋势的时候 看到这个趋势的时候 对某些企业来讲 这是一个危机 但是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你能很快的 把这个趋势掌握到 你能够很快的转到 绿色供应链上面的话呢 那是不是 你就可以把这个危机的话呢 当做一个转机 你就顺利的 在做升级的一个动作 好 那当你在做这个转 在做这个转变的时候 对产业来讲 产业也是一个升级 当然他又开创了什么 更多的就业机会出来 好 所以 为什么包括新政府 他会讲说 我们的新型产业里面 有所谓的循环经济 有所谓的这个 赛生能源的这些产业 我们要去做发展 因为这些都可以再创造出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企业出来 好 那循环经济里面 包括农业有没有 农业有没有循环经济 有啊 你吃了这个鸡腿之后 剩下的鸡骨头 可不可以再循环一下 再循环一下 把它磨成粉 变饲料再去喂鸡 是不是又再一次循环了 好 所以农业是很重要的 循环经济的一环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 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再开始讲 这个体验经济学的部分 好 体验经济学的部分 体验经济学的话呢 一般我们大概都会用拍 Gilmore的这本书 The Experience Economy 这是Harvard的这个出版社 出的这本书 在1999年 已经蛮久了 可是体验经济学的概念 事实上应该说 一直都是存在 只是他们两个是应该 把它汇整起来 比较完整的去做论述 好 那下面有几张这个图表的话呢 大概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 好 那这本书也有中文翻译 但是 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看原文书 那他把这个经济 就是说不同的经济体 它的主要的经济活动呢 大概把它分为这几个类型 就根据说 从他提供的 就是说他的经济功能 提供的产品的特性 买方卖方扮演的角色 那这个影响需求的因素这些的话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产品有需求呢 用这样子来做区隔 所以他就把这个经济体的话呢 主要的经济活动 分为他主要是 commodity我们讲就是农产品 基本农产品 那Goods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比较加工 已经是制造出来的产品 Service是无形的 无形的一个产品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经验 Experience 那所以可以看到他所对应的 如果你卖农产品 当然你就是一个农业的一个经济体 就农业的一个社会 那工业所谓的这个Goods的话 是制造出来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工业的一个社会 一个制造业 工业为主 那提供互等 当然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这个经济体 那提供经验的 当然就是一个经验体 那农产品呢 基本上从土地上生产 土地上长出来 所以他用Extractor 就我们直接是从土地上 把这个我们需要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 可是产品工业产品呢 是做出来的 是Mac是做出来的 那服务呢 Delivery 是要有接触的这样子 要有接触 是在接触的那个瞬间的话呢 提供产品的 那他说经验的话呢 是一个Stage 是一个Stage 提供了一个舞台这样子 提供舞台给谁 给你的顾客 所以做Experience 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舞台给你的顾客 所以实际上在舞台上面的人呢 你不见得自己在舞台上面演 可是是谁在里面呢 是消费者在上面演 好 那这个产品的特性呢 你提供的是什么 农产品的话呢 当然它是 它是这个Fungible 它其实是可能是腐败的 它可能会坏掉的 可是工业产品呢 是有形的 好 有形 那甚至它可以 它不见得有生命周期 对不对 就是它的生命 可能是可以持续很久的 有些产品它是可以持续很久的 服务是看不到的 可是体验是 可以记忆的 其实它还是无形 但是呢 你会有事没事就拿起来想一想 对不对 体验就是这样子嘛 它是一个记忆 那农产品呢 就很自然 所以我们说它的差异性非常大 工业产品呢 标准化 因为是我们做出来的 是我们制造出来 是人制作出来的 原来在这个自然界是不存在的 那服务呢 是可以客制化 每一个客人 当每一个客人 当我在提供服务给你的时候 我可以针对你的需要 给你特别的服务 这是Customize 可是经验呢 我们讲它是很personal 很个人的 很个人的 不是客制 是很个人 就是同样 同样去这个舞台上面 你会记住的是什么 我们说 寒天饮冰水 冷暖自知嘛 所以我喝这一口水 我觉得好冰好冰 可是有些人 你可能觉得还好嘛 所以那个经验 那个所谓的经验 其实每一个人是不一样 所以他说这是很personal的 那你提供产品的时候呢 从你提供面来讲 你是提供 你怎么样去提供 农产品基本上 它就是很大量的这个储存的农产品 就生产者来讲 你绝对不会只生产一点点 相对来讲啦 所以我们讲说 你生产的规模很小 可是对一个消费者来讲 一个农民生产的量 是不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消费掉的 还是蛮多人消费掉的 那对工业产品呢 你生产完之后 它产量又更多了 它的产量又更多 所以生产完之后呢 它可能有很多是 就是存货 好就 在工业制造上面 你生产的绝对比需要的 可以来很 可以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服务呢 只有在你要传递的时候 那一刹那发生 好所以 没有 同样的这个时间 我在提供服务 那我就有提供服务 同样这个时间 我是idol的 我站在这里 我啥事都没做呢 我就是没有了 我就没有提供 我就没有提供 好 就是你看到 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你请这个服务生 来帮你倒个水 他就帮你过来倒个水 他没有的话 他就站在旁边 对老板来讲呢 你还是要付钱给他 所以他什么服务都没有做 可是他就是在 他那个 他应该提供服务的时候 他就是空白了 那经验呢 经验是 更加抽象 对不对 好 那你只有 每一个人呢 他说你可以记忆 好 那你的记忆是什么 除非你失智了 对不对 好 除非那个记忆 你觉得好痛苦 好 你不想回想 不然的话呢 他是不是永远在你的脑海里 他永远就在你的脑海里 好 就是在某些时候 或是你已经忘记了 可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一张照片 是不是又勾起你的回忆 你又会想起来 好 那个小小的纪念品 又让你想起来了 好 所以他其实他存在的这个时间呢 他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好 所以 这个 这是提供的一个方法 好 那 在市场里面提供的人呢 在市场 在农产品市场叫trader 好 在工业产品里面叫制造商 然后在服务里面呢 叫做服务提供者 好 好 那在体验竞技学里面呢 你就是一个舞台设计者了 你做我们在做舞台的 好 那 这个买方呢 我们买方呢 当然 相对于这个trader 好 在农产品我们叫market 好 然后对这个工业产品 我们就叫使用者 好 你就是买这个产品来使用的 对服务来讲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客户 好 是一个client 比较是 像我们讲 会计啊 或者是律师的话呢 他会说 这是你的委托的 一个委托的一个客户 好 那关系是比较接近 可是对体验来讲呢 我们会把它称为客人 gast 好 就到你家来拜访的这个客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程度是不是又更加亲密了 又更加亲密 好 那 你需要农产品是因为农产品本身提供的这个元素 譬如说稻米提供的这个淀粉 鱼提供给你的蛋白质是它本身的一个特性 给我们的食物 棉花再给你 我们将来可以做衣服 那这个工业产品呢 它要有功能性 对不对 你说我坐椅子 我就是这样 坐 那桌子 要拿来写功课 要拿来放东西的 这叫桌子 所以桌子跟椅子是不是就不一样 当然你可以超乎想象嘛 桌子变椅子 椅子变桌子 可不可以 也可以嘛 就是它的特性 然后service你要的是一个利益 benefit 可是对经验来讲 你要的是一个满足 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满足 所以这书上的话呢 就把我们的经济的话呢 经济体的主要的经济活动 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我们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区隔 所以你想 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好了 咖啡 在农业生产的叫咖啡豆 对不对 在工业制造的是什么 用制造出来的 农民生产出来的 长在树上 咖啡树上长的那个咖啡豆 每一个差异都不一样 那就是农业的部分 好 那咖啡豆摘下来之后 它要去泡水 然后要把它的这个皮剥掉 剩下里面的咖啡豆 然后再去烘焙 好变成咖啡豆 然后所以它就 所以你可以说是那个 烘焙过的咖啡豆 或者甚至你把它磨成粉之后 那就是所谓工业产品 你已经看不出什么了 尤其是磨成粉之后 你知不知道它原来差异是什么 都是粉状了 你不知道说它原来的咖啡豆有大有小 不一样 咖啡豆还分公母 有公的咖啡豆母的咖啡豆 两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这种精选去筛选 去选不同的这个 选出公的咖啡豆母的咖啡豆出来 那到咖啡丁去呢 你到咖啡丁去 好你到这个四季咖啡去 它帮你倒一杯咖啡 你就连煮都不用煮 对不对 Task它已经帮你做好了 它提供给你这个Task的utility 帮你煮好咖啡 卖给你的service 是不是 好那经验在哪里 Experience在哪里 特殊的咖啡店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某一些咖啡店 特殊的咖啡店 它给你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经验 好所以像星巴克 它的咖啡同样的咖啡 为什么星巴克的咖啡 要卖的比较贵 它为什么要卖四季咖啡 要卖的比较贵 因为你在 你在Seven 你可以买那个四季咖啡 坐在它的那个旁边的 那个 坐在里面喝 那是什么感觉 就看着人过来过去 是不是 然后就听到一直叮咚叮咚 是不是 好吵哦 是不是 好可是你坐在星巴克呢 会觉得比较有气质一点吗 也不会 但是杯子比较好看一点 是不是 或者那个服务员 会在杯子上面 帮你画一个笑脸 或者他帮你写一个什么 是不是 你就要的是那个感受 是吗 好 或者你到星巴克 上次我给大家看的 你要去买那个城市杯 是不是 到每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 就要买那个城市杯 回来收集 表示说 你真的是星巴克的粉丝 非常到位的粉丝 这样子 好 从这个图上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 咖啡豆卖多少钱 一磅不到一磅不到一块钱 可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咖啡 摘下那个咖啡豆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咖啡豆 不到一块钱 你做成咖啡粉呢 可能多一些 是不是 好一磅比较多钱一点 好一磅比较多钱一点 好 可能经过处理 以后三块四块 你到咖啡店去买的时候呢 一磅的咖啡 一磅的咖啡粉 可以泡成十杯二十杯的咖啡 然后这一杯咖啡呢 还是不到一块钱 好 就有点夸张 然后你到星巴克去呢 那一杯咖啡是多少钱 它至少一杯是多少钱 就它最小的 不知道 好像一百五以上是不是 好 大概是这样 那最主要 你买那个咖啡 你很少 有时候你就坐在那边 然后你要是走出来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还要把那个什么 那个女王头对外一下 给大家看到 好 我喝的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以 这四个不同的经济活动 它产生出来的价值 你可以看到 体验经济产生的价值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它是高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聪明的人 你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你说我们农业 我们农业非常不赚钱 是啊 因为我们是在什么 我们是最基本的 我们是最基本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从大自然里面 把它采出来 然后它卖的就是 它原来具有的特性 你没有帮它做什么的加工 所以消费者 它只在吃什么 它不会从你的咖啡豆上面 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记忆 它喝完就喝完了 它也不会在乎说 这个咖啡都是A加生产的 B加生产的 对它来讲没什么差别 它唯一有印象的是 我喝四季咖啡 跟我喝星巴克的咖啡 不太一样 或者其实我们现在 还有非常多的所谓 个人化的那种 个性的咖啡馆 里面装饰的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那种比较特殊的 那里面卖的咖啡 一样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我们讲的是 星巴克是因为它连锁 比较知名度比较高 所以从这个图上面 从这个图上面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还是一直执着说 我们的农业就是什么 还是卖Commodity的话呢 当然就是那样的低的一个价钱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农业 转换成加工品之后 当然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 它叫工业产品的部分了 价值有对于增加一点 你能够再把服务加进来的话呢 当然这个价值又更高 价值又更高 可是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真正的价值是在最后面 这个体验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那有一个教授他就讲 他就说如果你卖 他所谓体验经济学很简单的 你跟客人 你跟客人在聊天的时间 你跟客人相处的时间 你都在休闲 这就叫体验经济学 你跟客人在那边相处的这个时间的话呢 就叫体验 那你说service的话呢 你其实还是在提供的是什么 你所谓的service 你可以想象到service 譬如说我提供我的知识给你 那所以我会在 我跟你讲话的那个过程里面来收费 那所以我还是有把我的知识给你 可是在体验经济学里面讲 是我跟你相处 我跟你相处我会不会给你什么东西 不用啊 就我站在你旁边 我就开始收钱了 好 那同样在这本书上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体验 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客人 guest的这个体验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两个面向 用两个购面来分 一个就是说 你本身你投入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stage里面 你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参与的主动性 你是很被动的参与 还是主动的参与 用这两个购面的话呢 就分成了四个 就分成了四种不同的体验 也就是说 对一个舞台设计者的话呢 你可以卖给 你可以提供给你的客人的这个 这个体验大概就有四种 第一个就是entertainment 但这个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不是非常主动的参与 然后他呢也没有 他也没有沉浸的很深 那就是entertainment而已 那如果说这个消费者 这个客人他有积极的去参与的话呢 这就比较有教育性了 好 接下来的话 他有积极参与 然后他又沉浸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 ascapist 就是有点是跳脱现实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一个呢 所以你很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 在那个舞台上 可是你是很被动的参与的话呢 好 我们就说这个aesthetic 好 就是它是一个唯美 好 它是一种唯美式的一种体验 好 我们把它解释在这边 好 娱乐性的话呢 你就要被动 好 那你主要是吸收这个资讯 当作你提 你是在吸收资讯这样子 当作你体验的方式 好 那比如说你去欣赏一个表演 你去听演唱会 你去看画展 这都是一个娱乐性的一个体验 都去看表演也是一种体验吗 去看表演也是一种体验吗 听演唱会 是吗 对不对 也是吗 是不是 好 因为你看完的东西 你看完的一个东西 你自己留下来的确实还是回忆 还是一个回忆 你随时就可以去想 好 那唯美呢 你是主动参与 你主动可是参与的程度不是很 你虽然是 你还是主动参与了 可是呢 你融入那个情境里面 就是在那个舞台里面 或许你没有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是你可能就是这个舞台中心 你就在那个舞台中心 你非常的 非常享受那个舞台这样子 那譬如说你到长城去 你在那个长城呢 你就开始自己在那边 把所有跟长城有关的事就拿出来念 你就是开始去回想长城是谁建的 你就开始把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就拿出来 把这个蒙田开始在那边读长城 把孟将女的故事你就开始把它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回想 甚至你就觉得说 原来我过去我就是在这边读长城的 原来你就是万岐粮 你在那边寻找你的这个孟将女 你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你在长城 或者你在长城你看到 长城以外的那个所谓的塞外的那个风光 你就想到那个那些游牧民族在那边 在那边游牧在那边狩猎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想象到这样子 这就是唯美的体验 那教育的话呢 你非常主动的在吸收资讯 所以我们讲说大概有DIY的 有DIY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呢 大概就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体验 那脱离现实的话呢 基本上你是非常主动 而且是非常融入在那个情境里面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 你在主题乐园里面的话呢 去参加那个扮演童话故事 变成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这里面讲的 像有些饭店呢 他就把他的饭店布置了 像中古世纪的城堡 然后到城堡去吃晚餐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穿那个中古世纪的衣服 然后大家搬远公爵 搬远那个公主 然后站在那边吃晚餐 这就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好 非常娱乐吧 这是我去清迈 去清迈看大象的时候 这个大象村 泰国有很多大象嘛 然后去清迈的时候呢 那个大象园 就看到很多大象表演 那大象当然表演就踢足球啦 跳绳啦 用鼻子跳绳啦 有没有 大概就那些嘛 可是他们的大象会画图 好 这大象自己就把他的画具 好 你有看到他的工具吧 这是他自己用鼻子拎出来的 好 然后拎完之后 出来之后呢 他就开始画图 用他的橡鼻子就开始画 好 我是想他每次大家都画一样的图吧 实际上画完以后 你看他还有签名的 好 有没有 大象是有签名的 好 人家还是都要有画的 好 然后这个画呢 画完之后就开始卖的 在现场就可以开始拍卖 好 那没卖完的变存货 就挂在那个纪念品店那边卖 就是很可爱的大象 好 非常娱乐是不是 好 如果我跟他下去一起画的话呢 就有DIY了 好 唯美呢 到那边就是要拍照嘛 是不是 好 就是很美啊 你就在那边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享受这个美丽 就像我们这个 阳明山竹子湖的海域 是不是 好 这个是前几个礼拜我去阳明山的那个 公园路灯管理处他们在阳明山有一个花圃 那个花圃的这个茶花 就一支 然后再用我非常好的相机拍一下 特写 好 就是这种感觉 好 那这个是 这不是我拍的了 在网路上找来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很漂亮 这是童花开的时候 好 我们讲六月雪童花开的时候 好 原来这个 这个 油桶树呢 被日本人引到台湾来 是要用油桶籽来榨油的 好 用这个油桶籽榨油 那或许它 这个油桶籽不是要做这个食用油 它比较用的是要做工业上面的一个用途的 可能后来这个榨油的这个成效不是很好 好 那这就当然没有继续再开发下去 可是这些油桶树的话呢 就变成已经在台湾生长了 那当然它过去也是一样 每一年花开花谢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漂亮 好 那大概十年前吧 它开始变成一种蜂巢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水准提高了 我们会开始会去欣赏 欣赏这种美 开始欣赏美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这个 就大家去感受这个 冬天没有雪 那你就在这个六月的时候呢 站在这个树下 让花瓣落在你的身上 感受那种轻轻的雪花落在你身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把它叫六月雪 然后在这个 踩在花的上面呢 你是不是要轻轻的走上去 不能够去打扰这些花 虽然它已经凋谢了 可是你要怀着那个林黛玉的那种 葬花的那种心情 要把这些花好好的收起来 把它葬起来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有人来 你的那个心啊 你要送给人家的心呢 人家却不要的那种感觉 就像花一样它掉下来 如果你没好好联系它的话呢 它是不是一样的自开自连 好 如果还感受不到 那你就去听这个 George Michael的 Last Christmas 好 你就可以知道 好 教育性 教育性的一个体验 这是朱子湖的这个 一个农 一个农民 他其实每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都一直在进步中 因为他原来就是 刚刚你看到的这个 种海域 然后种海域以前最开始 他种阳明山 把他运到 这个台北花卉公司的话呢 去拍卖 然后这个拍卖价格不见得很好 因为大家都生产 花都生产了 都卖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中间又碰到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海域田的话 它是要有水的 就像水稻田一样 它是要有水 好 然后海域得了病了 那这个 这个海域呢 就长不下去了 所以它曾经有一段 非常萧条的时候 所以它没有再从别的地方 再引进新的一个品种 需要水量 不是那么多的这个品种 再重新再重新开始 那当然他们要思考 我这么大辛苦的 把我的海域从山巷 运到这个台北花卉公司 去拍卖的话呢 这个拍卖价格不是很好 那我不如把什么 客人带到山巷来 对不对 好 客人到山巷来的话呢 大家就在那边唯美一下 哇 好漂亮 拍照拍 完了 就走了 是不是 那他赚什么钱 后来他就开放一点体验 去做什么 100块 踩6只 踩6只海域 然后就穿着那个青蛙装 走下去 然后就去踩海域这样子 做这样的一个体验 可是 有多少人愿意做体验 去踩6只 100块 其实还蛮便宜的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涨价了 可是 你有没有那么个时间 在那边去踩呢 可是你们 其实都好匆忙 都没到每个地方 来做拍个照 拍完了 然后反正 手机很快嘛 还可以连拍是不是 手机现在可以连拍 一拍十几二十张 然后再慢慢去删 所以要把你留下来呢 除了让你踩海域之外 就是让你做什么 做DIY 因为你做个DIY 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 所以他就去做这样的 他就做这样的 开始开发这样的一个DIY的产品 他就去买这个 这种小小的 小棕栏树的这样的一个 就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 买来之后 下面这个就是海草 就是像我们种兰花的那种海草 就把它包一包 包成一个球形 然后它再给你一个 它会给你一个线团 它会给你一个缝衣服的线 就让你把这个海草 跟这个植物把它包在一起 之后用线把它缠紧一点 然后再用铁丝来做造型 再用铁丝来做造型这样子 所以在DIY的过程里面 像如果我们全班同学都取的话 是大家就会开始发挥想象力 大家就很努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有很多都是同学 当时去的同学 他们自己的一个创意 老师绝对不要在那边做 因为老师做得很没创意的话 还蛮丢脸的 好 那做这样子 做这样的游戏要多少钱 DIY要多少钱 领域负担多少钱 成本 这个原料成本是很低的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做 我提供材料给你 然后大家就坐在这个地方 我还提供场地给你 你愿意付多少钱来做这个DIY 你不会说你都没做过DIY吧 你愿意付啊 花多少钱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五十 五百 好你是好客人 好他只要两百五就好 好所以还是可以接收的价格 对不对 好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做 那特别是我们是好朋友 大家在那边做的时候 大家会在那边 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他就提供了一个舞台 是不是 大家就在那边制作 所以你会记得是 我们在那边制作的时候 我们讲的话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破坏同学的东西 是不是 好 或者是做完之后 我们如何在那边评分 是那样的一个DIY留下来 当然他也做了 他也做了纪念品 好如果像这个 好像老师这个 手不是很灵巧的话呢 我就直接买回家就好 好所以他已经做好的话呢 他就卖一个六百块 就他已经帮你做好造型的 整个都做好这样子 好 那当然你可以带回家 你当然可以带回家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都做得蛮可爱的 对不对 好 他会提供一些模型给你 但是其实它是你自己思考的 好 那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不是我们同学了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一起参与的人 他就做的是用吊的 好就是他是把它做起来 是可以吊挂式的 这样的一个盆景 好那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 我们都觉得说 就是看他做的 都是放置的 好所以我们大概都是 朝那个方向去想 所以他就做一个 是可以挂起来的 好就可以挂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 好那个就 大家的 大概他就是第一名吧 因为他已经突破 我们的所有的想象 好 宜兰火车站前面的 吉米广场 然后吉米广场里面 他讲的这个是星空是不是 星空的这个绘本里面的故事 好你知道谁是真人 谁是假人吗 对不对 谁是真人谁是假人 你到那边去 你一定会站在这个 这两个是假人 好是故事里面的主角 好那那个故事 原来还有什么 向左走向右走是不是 好吉米很有名的一个画本 好讲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他们每天 他们其实住得很近 可是他们每天 早上出门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他们都不会碰在一起 然后还拍成电影 好 是金城武跟杨永奇拍的 好 所以 所以看过这个绘本的人 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呢 一定要站在 好 那个 就是那个金城武的 那个旁边去拍一下 好 所以 知道这个绘本的人呢 一定也是到这边来拍一下 好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造景 好 那你就会融入那个地方 尤其是你看到故事之后 你就会觉得 我就是 好 我就是很积极的 你不会只是拍这个 你不会只是拍这个 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而已 你会跟着它一起来拍 好 好 其实像童花是不是 好 刚刚一样童花非常 因为它本身就是非常唯美嘛 可是 你会脱离现实的话呢 你会不会像小女生一样 把自己打扮起来 这你就很脱离现实了 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你就会搬变花圈 然后你会 对 想象你就是这个童花公主一样 好 你就融到这个 这个情景里面去 好 这是几种体验 所以 你可以去制造的 你可以制造的几种体验 给这个 你的客人 给你的客人 好 那你怎么样去诱导他们 觉得这些经验 都是非常美好的 好 你说 去排这个杜鹃花 你会觉得 你在排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愚蠢呢 还是你会觉得非常的 你非常的高兴 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排这个花瓣 在这个草地上排这个花瓣 那你会觉得说 你在排的时候 你很怕人家嘲笑你 所以你要趁着半夜来排 还是说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自己本身就 我觉得 我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就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就要排这个画 我要排这个图案出来 是不是 好 所以 当你在 当你去经营 所谓的体验经济学的时候 你把花瓣给 给你的客人 让他们去做这样子 做任何的一个 让他们自己去扮演 任何一个角色 好 你去 你去把这个铜花 然后给你的客人说 你会把这个铜花 带在你的头上 有多少人愿意说 好 我把这个铜花插在我的头上 扮演这个 是一种寸故的感觉呢 还是说 我觉得这个铜花 跟我搭在一起 会让我更加分 让我更加漂亮呢 是不是 好 这就是 这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 我想刚刚在这个例子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我先把 我先把我很漂亮的海域田的这个唯美的景观做出来 所以我先把客人吸引到了 吸引到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去贩卖我最基本的 我的农产品 就是我的花的那个部分 我的这个海域 我的海域的这个花的这样子 我可以卖给人家 那在DIY的这个地方 跟比较可惜的 它跟海域没有做任何的连结 好 它只是让大家去采海域 可是如果你采完海域之后 当你在采海域的时候 当然它也是一种体验 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农民在采花的时候 在采这个花是怎么样的一个辛苦 你要怎么样采 才可以不会把旁边的花呢 把它破坏掉 这当然就是一种农业体验 它也是一种体验 它也是有这个DIY的这个部分在里面 好 可是在后面 在脱离现实这个阶段的话呢 好 教育性包括你去采海域 包括你再来自己做什么 做DIY 你应该要跟海域做一个连结 譬如说要告诉你采的海域之后 怎么样把你的六 采出来的这个六朵的这个海域花 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盆栽 可以擦出什么样的花出来 好 你可以怎么样把它编织 编织完之后 再脱离现实这个地方 你可以跟 你跟这个客人 这个做出来的一个花圈 或者做出来的一个捧花 你愿不愿意从阳明山 把它这样一路捧回来 捧到三下 你要经过要做这个 要先做这个小巴士 然后再去做换捷运 再去换什么公车 这样一路回来 回到学校 这一段过程 然后大家都会看着你 可是你还是非常面带笑容的 在回想你刚刚的那一整段经历 会不会 那每次 这个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就会想看有些人去采海域 然后结果他的海域花呢 就放在那个红白塑胶袋里面 然后就这样拎回家 就觉得多么的可惜是不是 你应该拿回家的是什么 是一个已经编织好 非常漂亮的 甚至你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去感受 甚至我可以提供你衣服 你把你这个花 把你这个花编好之后 编成一个 编成是一个像新娘捧花一样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去 穿着新娘礼服 然后就在那个海域田 拍一个很漂亮的什么 假的婚纱照对不对 就稍微感受一下这样 或者你去穿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衣服在那边拍照 脱离现实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组合的一个 这个体验的话呢 其实是更加吸引人的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应该不要再出现 那种红白塑胶袋了 大家可以想一点 好 这刚刚的这个几种体验 那所谓农业观光呢 这个书上 Equotourism Equotourism 这个也有人用不同的说词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Equotourism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书上 这本书Equotourism 它就讲 就是说 你就在什么 在农场上度假 由农场提供给你 所有观光的服务 好 那你在观光的时候 需要什么服务 那我们讲所谓是 一个tourism 一个观光产业的 一个观光产业里面 你需要有什么 所谓的观光 你常常想它一定要离开你的家 对不对 你不会在家里观光吧 好 那可能还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略远的一个地方去 所以它是地方就是一个 地方已经是一个目的了 然后你需要的是 你需要到那个地方 你要吃东西 你需要 你需要看嘛 有一个attraction的一些东西 吸引你的地方 一些可以去欣赏的地方 然后可以让有些事情 可以给你做 是不是 所以农场提供给你 这些相关的服务 那当然包括运输的部分 也是我们观光业里面 很重要的 然后譬如说需要有人给你导览 这是我们在观光里面 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吃啊住啊行 吃住旅 就是食衣住行 大概就是在观光里面 那由农场来提供 简单的来讲 我们就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农业观光 就是你的观光的目的是到哪里去 到一个农场去 好 那这个书上它就去探讨 这个农业观光客 他们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呢 有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 刚好住在农村地区 所以他们就到农村来 所以他们就顺便观光了 就去得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观光的服务 那还有就是网路上 媒体上面推荐的 必有的一个行程 就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这个 social media上面 可以提供出来的 可以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些资讯 所以你就看到了 然后你就会特别要去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这些就是特殊族群的 特殊族群 这些人个人的偏好 他喜欢老的东西 他喜欢跟自然的接触 他喜欢农业活动 好 那像这些特殊族群 当然他们就会是我们观光农业 很重要的一环 好 农业里面有古老的事物吗 农业里面有古老的事物吗 当然有啊 因为农业就是最古老的一个行业 所以他当然有很多的 古老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工具 他是古老的事物 农业有大自然的 大自然跟生态景观吗 当然有啊 农田本身他就是一个生态景观嘛 所以不管这三项里面 你喜欢哪一项 农业农村是不是都给你这样子 都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 好 所以他是可以给这个特殊的族群呢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 满足他们需要的一个 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好那农业观光提供了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 所有的观光服务他都有 对不对 观光服务 譬如说农餐品嘛 刚刚讲的海绿花是不是 你在加工自己 做成的这个纪念品 跟农业还是有关系的 住宿 住宿餐饮 好 那这个到农村去的话 大家第一个想说 我在这边吃的东西 应该是最新鲜的 应该是直接从农场上摘下来的 甚至就是 这个地方才有这样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所以我当然要到这个地方来吃 好 就像我们都知道 白河它就是生产莲花为主 所以你到白河去的话 到台南市的这个白河去 你一定要去吃什么 吃它莲花大餐啊 要去吃这个 跟这个莲花相关的 这些农产品 好 然后到什么 到岡山去一定要吃羊肉是不是 好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农产品嘛 好 那去体验 跟农业相关的活动 是不是 好 像到白河去呢 一定大家要告诉你 一定要去做什么 去做那个大王莲 大王莲的那个荷叶 好 那荷叶非常的大 可以放一个小孩子在下面 就坐在下面 那个叶子不会掉下来 要去做这样的体验 好 或者你要去什么 穿上青蛙装 然后到那个莲花田里面的话呢 去砍这个莲藕啊 好 或者到下到这个莲花田里面去摘莲棚啊 好 像这些农业生产活动 好 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个活动 好 像到乡下就要去坐牛车是不是 以前有牛车嘛 好 那现在可能还是有啊 好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体验 好 或者要去做 要去开什么 要去做液饮机 对不对 那个tractor 做那个超大型的那种义饮机 这样 那其他的户外活动是因为 农村这个地方比较广嘛 所以满适合的去做什么 生存游戏对不对 好 就在田里面啊 或者把田里面 把它做得像民工一样 就在田里面的这个玉米田 在那边绕来绕去啊 或者是这个 利用这个 这个 稻田收割之后 堆的那些稻草的话呢 在那边玩生存游戏也不错嘛 在那边做气单是不是 好 在那边这个 生存游戏也很好啊 好 疗愈 现在很 还蛮红的一个名词 对不对 好 怎样疗愈呢 怎么样去疗愈 好 我们讲陪伴动物 像猫啊狗啊 好 这个是陪伴动物 像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儿童医院的话呢 他真的就有这个 他真的就有一个这个什么 狗医师 那这个狗他也不用做什么事情 他就每天定时出来 就到小孩子的儿童病房里面去 跟小朋友呢 去给小朋友抱抱一下 躺在小孩子的身边 小朋友摸一摸他 他们就得到一个 心灵上面的一个安慰 这就是一个陪伴 好 那当然他可以陪伴小朋友 他也可以陪伴老年人 对生病 这是陪伴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讲 把动物当做宠物而已 好 所以他不是派的 他也可以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陪伴 好 在你心情 这个生病的时候 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 好 所以不是你去宠他而已 他是可以陪伴你的 好 是他的跟你的这个互动的层级 是比较拉高的 好 这是动物 植物有陪伴的 有这个疗愈的效果吗 这里面的疗愈包括就是说 好 比如说这个中风的中风的病人啊 好 或者他已经有点失忆 有八经事症的这些人 他的手脚不是很灵活的话 那我们给他去做简单的 原意的工作 去剪剪花啊 去把把草啊 像做这样的事情 他事实上都有一些 附件的功能在里面 好 就是说对大自然的接触 本来跟人就是有一个 有这样子 人跟大自然本来就是一个 互动的过程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 把农业活动 跟这个 说剪枝啊 这个栽果石啊 除草 这些简单的这些活动的话呢 可以跟医疗 其实把它结合在一起的 好 所以 原意系的话呢 他们现在除了就说做景观 做加工 他们也先开始去做原意的 这个原意 这个 原意医疗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所以也有所谓的这个 原意 原意疗愈师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出现 好 可以透过原意的这些活动的话呢 来做疗愈的这样的 好 做这样的这个 好 做这样的 不是 不是真正的医疗 而是另外一个心灵层次上面的一个治疗 好 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一个陪伴嘛 好 那当然 大家可以想老龄化的时代是不是更需要这一些 老人更需要除了机器人之外 除了跟机器人讲话 跟paper讲话之外 你的狗也可以叫paper 还是可以跟他讲话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 刚刚那一朵茶花 你可以叫paper是不是 每天跟他讲话 好 一样可以得到慰藉的 好 那文化体验呢 就我们喜欢办什么妓 对不对 像这个白河的莲花妓 或者是这个客家乡的这个铜花妓 就是把他们传统的这些产业活动的话呢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像这个大甲 台中市的这个大甲区 他们早期就是出产令朝 出产这个令朝 然后它可以做编织 它可以做草型 它可以做草帽 它也曾经是台湾很重要的这个 出口的这个加工品 那当然后来的这个 没有人在戴草帽了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塑胶帽来代替的 那个令朝的那个帽子 当然就要花那么多时间来 要去采 然后要用人工来编织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当然就不会再是流行 但是现在是大家就开始回来 古老的事物 大自然的 来自大自然的东西 它又开始再回来 所以你如果到这个 到院里的 到院里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令朝博物馆 里面就有这个 年纪比较大的富人 在里面编织草席 那它有非常顶级的 顶级的这个编织品 它的这个价格呢 售价都是非常的昂贵的 产业文化活动的一个体验 好那到农村去的话呢 这后面大概是比较新的吧 譬如说可以到农村去度假 你可以把整个农庄把它包下来 然后你是家庭在那边跨年 你可以在那边过圣诞节 你可以在那边办婚礼 在这个农庄里面去办婚礼 这些都是 就是跟光光 就像你办婚礼 你会跑到什么巴黎岛啊 跑到什么海南 跑到那些特殊的地方去办这个婚礼 那当然你也可以到什么 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农庄的话呢 去办这个婚礼 一样可以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 所以那时候的 那时候的这个礼车的话呢 可能就是马车 可能是坐在那个稻草堆上面的 这样的马车 那你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还是可以有特殊的 最后一个旌旗 不知道是什么 就靠你自己去想象的 就是一个surprise 你可以想象的 你可以提供任何的一个surprise 不是吗 任何都可以 任何的一个 可以想象到的一些活动都可以做 所以讲了这么多 这么多你可以提供的产品 是不是都比你卖原始的农产品 或者你卖的这个农产加工品 你创造出来的互加价值 是不是就多了非常多 因为你把体验加进来 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 回想那个咖啡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只是种咖啡豆 你就只能卖 你只是咖啡 你就是咖啡农庄 你就是去卖咖啡豆 那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咖啡农庄 你再把它更精致化一点 你这个农庄咖啡豆里面的话呢 你有比较漂亮的农庄 你可以提供住宿 你可以让人家到这边体验摘咖啡豆 体验自己怎么样去烘焙咖啡 你在叫人家烘焙咖啡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知识的传递 DIY的部分 它本来就是很高的收费 然后当然你就可以知道是 怎么样烘焙怎么样去煮咖啡 这就是一个还蛮高档的一个课程 住在那个农庄里面呢 你把这个农庄做漂亮一点 是不是这个住宿上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附加价值又增加了 所以对一个贫穷的农村地区来讲 你要升级到所谓的体验经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农村的经济把它拉抬上来 而且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当你去做这些体验活动 你需不需要有人讲解 要不要有人带 你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带人 去带这些消费者去采咖啡豆 告诉他们怎么样采 然后怎么样去烘焙 这些都是要有人来讲解的 所以你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 创造出更多的行业 更多的就业机会出来 增加的这个经济价值的话呢 也可以把农村的这个经济 这个整个农村的这个所得来做提高 当然你要能够把外面的消费者带进来 你是不是要做更多的公共建设 你也可以把农村的公共建设的话呢 把它的品质提高 所以这是农业观光 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甚至它在联合国里面 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拯救贫穷的一个 重要的手段 在观光农业这个地方 我特别强调的是餐饮 联合国强调的是观光农业里面的 所谓餐饮的这个部分 在很多的农村地方 它有它们特色的农产品 而且它有它的特色农产品的烹调方式 这些东西呢 你只有到那个农村地方 你才能够吃得到 它不见得要把它运出来 当你把它运出这个乡下 运出这个生产地 到消费地的这个过程 你可能又产生了很多的损耗 所以当你把消费者 带到农村地方去 在地消费 你减少了这个损耗 你也把这个农村跟城市里面的人口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 好 所以能够把都市人带到城市 带到乡下去 公共建设是要做好的 是政府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好 所以你提供了都市人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空间 你也把这个乡下地区的这个 比较落后的公共建设 把他们的经济的话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农业观光 把它带起来 那当然人的交流上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喜欢到农村去 为什么你不想从事农业 你就想农村 南投 南投在哪里 台湾所有16个县市里面不灵海的地方 对不对 南投怎么去 你如何去南投 去竹山好了 你怎么去竹山呢 我先坐高铁到台中高铁站 对不对 到了高铁站之后呢 我在换公车吗 是不是 在换什么公车 然后坐到什么地方 然后再换车吗 好 所以我要花多少的时间到那个地方 如果自己不开车的话 是不是 你就是这样想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那边住的条件是什么样子 那边有自来水吗 有啦 是不是 你会想到这么多 住宿的条件好不好 是不是 你会想到这么多 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透过这个农业观光 把这个机会 把城市跟农村的人口 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提供这样的交流机会 是不是你就不用那么担心 乡下的落后 那你也不会在什么 觉得当农户 好像是好low 是不是 知识水平不是很高 什么都不懂 不会啊 好 当他们跟这个城市人 去沟通的时候 他们就说 原来城市人 他们不喜欢红白塑胶袋 那我就不要红白塑胶袋 我用黑白纸袋 就给不同的改变了 是不是 好 所以你也利用这个机会 去了解消费者的一个需要 所以农业观光基本上在经济层面 在社会层面上面 它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它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好 那真正的休闲农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好 这是我去 我去大陆的甘肃省 接近这个武威的地方 大家知道汉武帝不是 征服了这个河西走廊吗 就设了四个郡吗 武威张玉九泉敦煌吗 就设了四个郡 这四个郡 然后他又设了两个关口 一个叫玉门关 一个叫阳关 玉门关是往新疆走的 那这个阳关是走这个 往青海走的 这两个关 所以这个汉武帝的 这个广大的一个版图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定下来的 那这个就是在 在这个武威附近的 这个一个地方 那你看到那个河呢 那个叫黄河 确实一路上 它就是这个颜色 它没有哪一段是干净的 它就一直这样黄黄的 因为它经过黄土高原嘛 带来的这个黄沙就太多了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它是经过一个 它是经过一个自制形的山路呢 一直下到最下面 所以这个农村是在最下面 然后这是黄河 然后你看它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很高的峡谷 所以没有开这个公路的时候呢 当地人要出路的话 它就要经过这个峡谷走出去 所以交通非常的不便利 那这个黄河是在这一个段呢 在这一段是没有运输的航运的功能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做这个 橡皮筏子 好那橡皮筏子 基本上不太适合做人 好就是它只要是在 主要是在货用的 好所以你要到这个农庄来 到这个农村来的话呢 它就一个村嘛 那以前就是你要走这个山 经过这个峡谷这样进来 好那现在呢 就乌云的观光 就是他们去做农业观光 所以它就开了一个山路 一个自制形的一个山路 所以这山路就这样一直一路的 从最高这样一路走下来 所以当它每次转弯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那个山下的景观 那个景观你就会开始 不断的一直在那边 那个手机就开始一直按 一直按一直按 可是转的速度是非常快 你大概都按不到 好那你就下到最下面去 下到最下面的话呢 你就要换到他们的电瓶车 你就要换他们的电瓶车 就是说其实 当在这个停车场的时候 这游览车进到这个游乐区的时候 停车场停下来 然后这段山路呢 是先有当地 就是这个游乐区的这个大巴 把大家接下来 接到最下面去 你要去哪一个农家呢 又变成是用电瓶车来接你 因为为了不要污染 所以它就变成像高尔呼求的 那样的一个电瓶车 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去 你要比如说 我们定了哪一个农家 要去哪一个农家 要去那边吃中饭 或者晚上在那边住宿的话呢 就它帮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那现在你看到这些树的话呢 它都是苹果树 或者是枣子 或者是枣树这样子 就是都是果树 当地生产主要是以这些为主 就是葡萄啦 枣啦 或者苹果 这些比较温呆的一些水果 好 那你下去之后 你当然就吃饭嘛 因为已经大概中午了 去到那里大概中午 你就在那边吃个饭 吃完饭以后呢 当你在农家吃的话 那个煮菜的 真的就是那个农家主人 他就跑出来 看看你们的菜好了没有 然后他就说 等一下再帮你们加个菜 然后到他们后面菜园去采菜来 马上洗一洗 就马上炒给你吃这样子 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 好感动哦 就是那个菜真的是最新鲜的这样 然后 然后我们就到这个 到这边 到这里啊 既然到黄河嘛 一定要做什么 橡皮筏子对不对 好那橡皮筏子就是用羊皮 就是用羊皮 然后吹气 然后把那些羊的话呢 把它兜在一起 那就用几根木头 钉在那个框 然后就把那个 大概大大小小兜在一起 大概有十只的这个羊皮 兜在一起 然后把它充气之后 就让它顺着这个黄河 顺流而下这样 好所以 这个羊皮筏子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河西 这个核桃这个地区的话 因为黄河比较湍急 没办法做航运 好所以就用这个 用这个羊皮筏子来做运输 好所以 这意思要传 这个羊皮筏子上面 大概只能做三个人 加上那个 加上那个控奖的这个 这个 控奖的这个 他应该是什么 羊皮筏子的主人 他在那边控奖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要 做的时候就要很小心的 好 就要跨上去的那一下那 好 就觉得说这会 会不会翻了 好 就 他一定就 他会先看哪一个 这个比较胖的 比较瘦的 谁要先进去做 好 做哪一个位置 好 然后再让你进去 然后就 你要跨上去的那一下那 就觉得说那船 大概快成了 好 所以一不小心 大家就会翻船这样 然后你又不想翻 对不对 因为那水好脏哦 黄色的土嘛 好 你怎么想要翻下去 好 那最可怕的是什么 那一段还有快艇 我们说他没什么航运 不过他真的就是个快艇 他会从你 坐下去的时候 再从那一头 把你送回来 所以有快艇 所以快艇过来的时候 就会有水波 对不对 那水波过来 那个橡皮筏子 就会晃得很厉害 好 那你又没得抓 你就没得抓 然后你就是 你就是好 这个 跟着那个船一起晃吧 那你要是站起来的话 你大概就掉下去了 最少跟着他一起晃这样 然后就把你所有的性命呢 寄托在那个 在那个华奖的那个人身上 有啦 有穿安全 有穿这个救生衣啦 好 那到了以后呢 你还要做什么体验 到了之后 你要坐驴车 那坐这个驴车的话呢 这是 就有人拉驴车 他就拉这个驴车 那这个驴车的话呢 又不能让 因为他一直都是走这个石头路 而且这是上坡的路 所以太胖的呢 他就会看一下 看size才决定了 你们几个人可以坐 然后那个 比较胖的要坐后面 要上坡的时候 或者下坡的时候 他就要不同的安排这样子 好 就进到这个峡谷 那以前你就会想象 他们的出入呢 就从这个峡谷这样子穿梭 好 这个完全没有铺骨油 也不需要铺了 因为是这个驴子坐 是驴子在走的 好 你有问我说 这个驴车好不好坐 你坐一趟下来 你那个骨头大概快要散掉了 那跌得好厉害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它 它就是那个木板的 然后下面那个石头就这样 很硬很硬的这样子走 所以你大概走个一小时就好 不要走太久 就可以走回来了 好 那所以这个整个一个体验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 这是让你可以在那个地方 大概待上一整天 然后在走这个峡谷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好 我们这个拉驴子的这个 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好 那驴子大概都是他们家的 好 那这橡皮筏子大概也都是那个 他们自己原来农民的 好 所以原来农民他就是靠种果树 好 靠种果树 卖果树 可是他其实不太容易卖出去 因为交通不方便 他其实不太容易卖出去 可是当他开始做这些 所谓农业观光的时候 到这边来的人 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吃饭嘛 因为你进到这景区之后 你是走不出来的 好 刚刚我讲说 你从山上再一路走下去 然后到那个农家 你要坐电瓶车进去 那那个 那个里面的这些路的话 就在果树从里面走来走去 就像我们的产业道路一样 你根本就是摸不出来的 好 那你一定要体验这个 所以农家他们大概自己就去做这个羊皮筏子 然后他们就可以 就当这个旺季旅游旺季的时候 他可能一天要跑个十几二十趟的 这样子 他就顺流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橡皮筏子 再带到上游 然后再接下一批客人这样子 然后这个旅车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老先生老太太家里面原来的驴子 他现在就拿出来 就做这个 给这个观光客来做这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当然他会跟你导览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山壁像什么 这个山壁像什么 然后他会告诉你 这一段呢 就是哪个电影在这边拍的 那某某人呢 他就坐在这个位置 他就坐在哪个位置 你要不要在那个位置去拍一下 感受一下 好 当年某某人 他在这边拍戏的时候什么样子 好 就是解说 然后体验通通都出来了 那当然 在这边我们有体验到的是什么 我们有去所谓的采水果的那一段 可是那一段基本上 可能那个就比较普遍 它就比较没有什么特色 可是在这个地方你这种体验 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是体验不到的 可是我要强调说 这个观光农业 它是以整个区来做 整个乡镇来做 它不是只做一个农家 好 就我不会大老远 我就只来这个农家而已 我有很多个农家是可以挑 所以他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到这里来 其实你可以在很多不同农家里面吃饭 你不在农家吃饭没关系 在他的这个 在他的这个商业中心的话呢 可能还有一些比较 比较现代化一点的一个饭馆 就比较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饭馆 你可以在那边吃饭 好 可是你像这些体验的话呢 大概所有人他都会去做这样的 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体验 好 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 你说大自然景观也有 农业体验也有了 是不是 农业相关活动体验都有了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条件 也要用整个区来做 好 用整个乡镇来做 那你可以看 这么多的一些活动 这么多的一个活动在这里 我可以把你留下来 对不对 好 你来这边 你做蜻蜓 蜓点水的这样一下子 那我可能只赚什么 我可能就是卖你苹果 卖你葡萄 这样你就走了 就是农产品的部分 你做一个体验 你在那边做一个橡皮筏子 你做一个趋劣的一个活动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 你要增加一两百块的一个消费 你再吃个饭 那也可能就是一两百块的一个消费 你再加一个住宿 那又再增加了 好 所以我能够把你留得越久 你的消费金额就越高 那我如何把你留得越久 我要给你更多的体验 我必须提供给你更多的一个体验 好 所以不是一个农家 可以撑取一个农业观光 它必须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 来撑起这样的一个 撑起这样的一个农业观光 好 那它必须要有特色 它真的要有特色 好 那我要讲的是 好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政府在交通建设上面 譬如说包括开出这个三路出来 包括提供给他们的 这个到这个景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大众运输的一个部分 包括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 还有到景区去的那个停车厂的 像这些公共的建设 这都是政府应该要去做的 那当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 我们也跟这个旅车的主人 跟这个做橡皮筏子的这个主人 然后跟他聊天 过去你们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当然观光的一个部分的收入 对他们来说影响就非常大了 所以他会说以前年轻人 他们就离开 不会再回来 那以前离开怎么离开 就经过这个什么 这个峡谷 走出去 这个峡谷很容易的 可能辛苦的走出去之后 你也不想再回来 可是现在呢 你要不要再回来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流落他乡 对不对 你流落异乡 在那边去帮人家打工 跟你回到自己的家乡 的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的家乡 可以有很多工作机会 你需不需要到其他外地去 你不需要吧 是不是 好 然后据说这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台商去投资的 原来这么偏远的地方 台商都走得到 你就知道 这个我们台湾人是多么的 多么的努力 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我们都会去 好 这是给大家一个 这个农业观光的一个案例 那你如何去行销 这个农业观光呢 我们最好的工具 不就是网路吗 对不对 就是透过网路上 现在最好的工具 就是这样子 那我刚刚又在讲说 刚刚在那个峡谷的地方 他在峡谷一进口 他就摆了很多电影的看板 哪一个电影 曾经在这边拍过 你就看到 那当然就透过 你看你知道哪个电影 记得花木男友 神话也有 就这几个电影 都在那边拍过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电影 然后你又到这边走过的时候 你就会很高兴 那个地方我去过 好 所以网路上的宣传的这个力量 力道是非常的强的 那再加上像电影 像延续剧 这种置入性行销的一个方式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还有我们刚刚讲 所谓的行动商务里面的 location-based service 对 你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 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到这个地方要做什么事 你是不是很快的 你就把你的手机 把APP打开看看 告诉你 这边有什么 就引导你到那个地 到这些所谓的这个 这个农业观光的这个地区去 所以要善用 要善用我们所谓的social media 那你在宣传的内容 你要讲什么 你宣传内容要讲什么 好 刚刚这三张图片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你最想体验哪一个 都不好玩 有没有 你最想体验哪一个 有吗 是不是 还是你想要扮成花木兰 还是你想扮成那个 成龙在神话里面的打扮 他不是穿梭时空的吗 神话是那个 时空穿越剧 是不是 好 我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来这个 当然这张照片 我不是拍得非常好 因为下山的时候的 那个机会没抓到 所以只好上来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 这个光线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相对是比较暗的 所以 如果我可以拍得 比较好的照片 你或许会觉得 好像室外桃源 去看看也不错 是不是 好 你的内容如何把它做的 透过视觉 透过听觉 就是你很需要的 拍很好的照片 拍很好的影片 这个也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还有售后服务的部分 当包括在旅游的时候 这些人 在农村旅游里面 很非常 你会觉得相对来讲 你会觉得感受比较好的是 譬如说我在做橡皮筏子的时候 我在坐旅车的时候 我相信他是农民 他绝对不是什么 他绝对不带着商业色彩来的 我相信驴子是他的 马车是他的 那我会相信说 这个橡皮筏子是他自己做的 就是他给你的是一个 比较可以 他比较不带商业色彩 这是我们相对 在农业这个产业上面 给人家的一个印象 所以你的服务 那当然或许 他在解说上面 他没有办法解说得非常好 不会解说的 不像一般导游解说的那么精彩 但是他至少是带一个什么 他是当地人 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话呢 其实是更真实的 所以他提供给你的服务 那包括他售后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离开之后 大概就不会在意 可是事实上他上面还是会讲 你这个什么 你可以投诉专线啊 什么什么的 还是有这些嘛 所以包括我们农产品的部分 我们大概都没有所谓退货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是当你要走到 所谓的一个服务产业 你走到一个体验产业的时候 服务 它就变成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对你的售后服务 你当然要去做追踪 然后你要做最终的一个部分 那像刚刚的这段旅游 那如何去做追踪呢 其实我发现大陆它 包括这个 我到敦煌去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 每一个开放的这个石库的前面 它都有一个QR Code 它会告诉你 你扫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点进来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 这个石库里面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简介什么的 那台湾大概有类似 像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你如果去雇工的话呢 或许他已经装了一个QR Code 也要你可以扫进去 不能够拍照 可是当你进到这个 相连的这个网站上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拍的很漂亮的照片 很清楚的一个解说这样子 那可是你 你的售后服务好不好 应该也就是 后面的消费者 他有没有继续再去看什么 你的相关的一些介绍 那你有没有提供一个机制 是让消费者 可以在那边表达他们的意见 因为我不用在当场 做意见调查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可以在事后 透过这些 这些网络的这个 social media的话呢 来做我这个消费者 意见的一个收集 好 那 所以我要强调的 我要强调的 在我们农业 过去我们都不强调 售后服务的一个部分 可是当我们把它 走到农业观光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 这个机制的话呢 把它做出来 那你也不要讲说 因为我是农民啊 我当然不懂啊 我什么都不会啊 所以我当然就这样子对待你 这不是一个理由 这不是一个理由 当你要跨到农业观光的时候 那所有观光呼呼该有的品质 你当然都要做 你都要提供 你不能再说 我是农民 这不是 这就不是理由了 好 那我做一个结尾 好 其实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 我要从体验经济学 讲到农业观光 因为我想 对台湾来讲 对台湾讲 台湾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当然我们有所谓的这个 IT产业在那个地方 我们帮人家做代工的那个 确实是 确实还是有它的存在的一个重要性 它或许它雇佣人不多 可是它创造出来的产值 是相当大的 台湾不能够没有他们 可是除了他们之外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就业人口 怎么办呢 你必须去发展我们自己 好 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 而不是以出口为主 你说观光农业呢 它不是出口为主 它其实是把 国外的这个观光客带进来 是把国外观光客带进来 好 所以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内需市场 那我必须要靠什么 国外的观光客来称 这样的一个内需市场 那农业观光 就如果你要比 自然的景观 大山大水 或许我们没有 比不上那一个 但我们是小山小水 也不是太丑 也不是太差 但是农业观光 我们起不起得着 而且就整个台湾过去发展 这个历史来讲的话 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 多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追溯到400年前的话 最开始是什么 有西班牙人 后来有荷兰人 然后有日本人 然后再从大陆来的 是不是大陆来的一个移民 所以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 事实上是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 一直流传在这个地方 所以农出来是一个台湾特殊的一个文化 那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农业 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从这个农业的基础上面 去发展农业观光 当然是有我们的优势在 是你发展农业观光 你不能忘记是什么 你还是要有农业 我们后来很多的这个休闲农业 他们在比什么 在比谁盖的农舍比较豪华 谁的农舍盖的比较特殊 你该有的农业生产已经都忘记了 所以你既然叫农业观光 你的农业当然不能够忽视掉 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 既然那么多观光客来 那干嘛还要去种苹果 还要去种葡萄 这本来就是它的基本产业 人家到这里来 当然还是会去吃什么 我还是可以买你的苹果带走 还是拿你的葡萄可以带走 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这是当地生产的 而且现在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我来了我还是会品尝 但是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把区域做大 所以我们会讲说休闲农业区 我们要去做的是农业观光区 要把整个区域把它做大 你相对你要去做提升品质 你要的服务内容 这个它的整个要 这个水准的一个提高的话 你当然要有所谓的经济规模出现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投入 所以我们必须在文化的一个角度 我们还是要保留我们的文化 只是你必须要把你的产品的这个服务 产品的内容 你必须要达到国际的一个水准 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国际观光客 它不会说你台湾比较落后 所以你的所有的服务条件比较差 我可以接受 你该有的 你该有的比如说最简单的 你环境的卫生 你交通上的一个安全 就是你住宿的一个品质 它的清洁的程度 这不是最基本吗 这应该都是要达到的 你说虽然在乡下条件比较不好 可是干净的条件 你是不是还是要比较 这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我可以拿到五星级的饭店的一个标准 那我当然还是朝那个方向来努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 所以这边的宣传就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宣传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宣传 我们在网路上 我们要去制作影片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影片宣传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找一堆国人 找我们自己的人 然后在那边讲国语这样宣传吗 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国际化一点 我们可以想的事情 请我们的国际生来拍广告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去用我们的国际生 用他们的观点 来看我们的农业观光 从他们的观点 他们怎么样子看我们的农业观光 所以他们怎么样去 他们从那观点去行销 我们的农业观光 而不再是用什么 我们在地的观点 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好 是不是 可是我们觉得好的地方 人家可能不觉得这是最好 最有特色的地方 不是吗 好 所以怎么样 包括在宣传上面 其实都应该要走国际化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修炼 所以如何把我们的农企业 把我们的农企业 不知道是生产而已 你要做到哪里 你要做到它可以有观光的水准 是不是 好 所以不是说农产品 只有出口那一条路 如果说农产品 只有出口那一条路 只有去做加工出口 就用生鲜农产品出口 或者是用农产加工品去出口 就靠这样子 那你还是停留在什么 刚刚那个最低的那一块 你就是在做咖啡豆 你在做那个咖啡粉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体验到台湾来你去体验台湾的农业 去体验台湾的农业 所以你可以想嘛 我们卖香蕉呢 还是让外国人到台湾来采香蕉 对不对 那外国人到台湾来 香蕉产业有什么好体验的 要体验什么 叫他们去扛香蕉是不是 好 那那个一穹的这个 那个一整串的橡胶 让他们去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呢 怎么样去用乙缺 把他这个厚守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 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些 这些这个橡胶生产地区的话呢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产业活动 然后过去他们有什么产业文化在里面 是不是我们再把它挖掘出来 把它挖掘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再把它去做一些 再做一些融入一些新的元素 把它做成是有光光的这个特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吹出去 所以我们就不稀罕再卖香蕉 是不是 或者大家都会跑来吃香蕉 就不用再卖香蕉了 或者我们可以流行 台湾的香蕉是可以彩绘的 就像南瓜 在万圣节的时候要去雕刻南瓜 到台湾来呢 我们都会雕香蕉皮 所以光光喝到台湾来 都会去钓鱼串香蕉皮带回去做纪念 这也是特色吧 在那个香蕉皮上面画龙画缝 好 这是我想最后在这个课程上面的话呢 我要再提醒大家的 所谓的农企业经营管理 让大家做最后一个总护习 所以我从最开始一直到最后 当然我期待的是 我们的农企业最后总是做到什么 做到一个农业观光去做农业体验 那农企业是什么 农业加企业是不是 蹦在一起 就叫农企业是不是 不能忘记了它还是农业 那在这个一个学期的上课内容 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了 我给大家看过植物工厂的照片 我给大家看过南花产销 看我们的南花如何从这个 组织栽培的这个皮苗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皮苗 一直到抽花续的过程 我介绍了两座工厂给大家看 这个非常有文创气息的一个 这个养猪场跟它的一个观光工厂 然后我们也当然我们也谈到了 台湾国际农业发展公司 这个以出口为导向的这样子的一个 要打世界杯的这个出口贸易公司 上礼拜我跟大家谈了台湾农产公司 你说它是不是农企业 因为它经营的是拍卖市场 跟农业当然是有关系 因为它要把这个农产品卖出去 那其他 但我有介绍基德生产 我有介绍其他在 我没有特别的聚焦在哪一个 一个很完整的历史 这个特别从头到尾都拿一个农企业来讲 但是在课程里面我大概都有帮你们 融入一些农业相关的这些企业在里面 那这里面真的有做到 这个体验的应该是凉座工厂 对不对 凉座工厂的话呢 它没有让我们看养猪场 但是它在分切场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看到 然后它也有DIY的部分 然后它也提供了这个 DIY这个给大家做体验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它已经走到所谓的体验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这是应该说这么多的案例里面 它算是一个走得非常快的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例子 那我修给大家照片里面 大概你也可以看到 两座工厂很强调的是什么 视觉 是不是 感官的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外在布置的一个部分 让你不会想到说 原来它跟养猪产业是有关系的 那一样 当然像兰花产业来讲 兰花产业 现在大概兰花产业 没有人去做体验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做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 在后币区那个地方 已经有一个兰花科技园区 那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产业聚落的一个部分 那如何把它再往这个体验经济学的地方 再去做一个发展 再去做层次的一个加深 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基础了 好 植物工厂算不算农业 很典型的农企业对不对 好 它绝对因为工厂嘛 它绝对是企业 它也生产农业 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农企业的标 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农企业标杆 我刚才再强调的 最后为什么我要去讲农业观光 因为我希望 我们期待的是 农企业可以带动的是农村经济 不是只有你个人的公司 你能够带动的是农村经济 你可以带动的是农业整个产业 而一个植物工厂呢 它能不能带动农村经济 你不会聘很多人 它也没有真的用到农业的 它就是弄到那一块地而已 它其实没有用到很多的农业 没有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 它对农村经济 它对农业 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基本上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农企业的一个典范 但是我们会需要它 我们会需要它 因为毕竟还有些时候 我们的这个自然生产没办法供应的时候 植物工厂它可以去弥补 弥补一部分的这个 譬如说这个台风好雨之后 没办法生产 补那一个攻击的一个缺块的部分 那真正的真正的农企业 真正我讲的农企业 我还是强调它必须在土地上来生产 它还是在土地上生产为主 还是要利用大自然的这样子环境 那小农算不算农企业 就我们现在标榜小农 对不对 好我们就觉得小农的产品 规模很小啊 那都是它自己种的啊 那所以它会种的比较用心啊 这小农 小农是不是农企业 它可以是企业经营 但是它会不会长大到一个 真的像企业规模那么大 小农它竟然叫小 所以它更做面积呢 可能几分地 一公顷 两公顷 它可能做到十公顷 二十公顷 三十公顷 它会不会把所谓企业 我们讲企业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在它的组织结构上面 在这边我们看的组织架构上面 它会还是用这种独资的方式 合伙的方式在经营 还是它会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很多小农它就还是什么 它还是独资 它还是独资的一个模式 所以包括它的财务上面 包括它在财务上面 包括它的行销 包括它对人员的这个管理上面 其实它都没有把成为企业 企业管理的精神把它纳进来 我在台湾的这个 跟台湾的这些 很不错的这些农民接触的经验上面 我常常问他们说 你的生产技术很好 你现在卖得非常好 养鸡养得很好 养猪养得很好 种菜种得很好 你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你有没有接班人 你有没有接班人 你的小孩子愿不愿意 继续继承你的事业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 企业经营的一个原因 这是 就是我讲 我在这个地方强调的企业 我比较偏向的是 在组织上面 是以公司方式来经营 不要强调的是这样子 因为当你以公司方式来经营的时候 你接班就不会是问题 接班就比较不会是问题 你不用担心说 好 我很会养鸡 那我养鸡的技术呢 我儿子不帮我养了 就没有 就到我这边结束了 没有人帮我继续养 管理这个养鸡场 我只要把它卖掉 那目前来说 我发觉台湾的这些 不管是小农大农 在精神上面 他们都不会想要去往 所谓的公司的方式去转变 因为他们都不想去被磕税 他们都不想被磕税 因为当你做成公司的时候 不管你独私 你是合伙 或者你是公司 都要面临17%的这个营锁税 那现在这些农 这些做得不错的农民 他都不想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你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你终究要去面对是 你的接班的问题 不想缴税 所以你的企业就没有长长久久的机会 我想这是目前台湾的农业经营上面 小农 当我们还一直在强调小农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永远没办法跨上什么 永续经营 他可能就没办法走上永续经营的这一块 好 那这学期我们到底上了什么呢 我们介绍了管理学 对不对 管理的基础 规划组织领导监控 从这个流程 我们讲的策略管理 所以你要写营运计划书 我们讲的这个外在的环境 所以我们谈的总经的部分 我们讲组织 然后我们讲企业责任 我们讲企业论企业责任 谈的生产管理 然后我们也讲人事管理 我介绍了这个基地理论 Motivation Theory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行销上面的四个P 最后在财务管理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带过的财报 随意表啦 这个资产负债表 谈的这个比例分析 还有最重要的 在你的营运计划书里面要去呈现的 你的计划评估的内容的部分 这大概就是这个整个学期我们谈的 那这些内容的话呢 不光是只是在应付农业是不是 你在其他的行业 你在其他的行业上面的话 你一样你要面对的 当你在所谓的 你只要是经营一个企业 一个business 你都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 好 你都是要去管理人 你都是要去管生产 你都是要去销售的 那问题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稍微把它聚焦在农业这个部分 那在农业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这里面 我可能跟他谈了也比较多一点 有涉及到政策的一个部分 有涉及到政策的一个部分 那或许就农企业管理学来讲 那个是比较额外的啦 不过也希望以这个课的这些 我们讨论到这些内容的话呢 也让你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去在后面的课程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反省 你本没有提升 这个课程是终于 政府的身份 里面说 对 每个月的空间 那么安排 那ハ勇猝 那边 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